女人正在加班工作 突然接到未来公公的电话 公公选中一条围巾没钱付款 但儿子电话一直没人接 便联系了紫英 她告诉紫英回头让儿子把钱还她 紫英让她不必客气 就当送她的圣诞节礼物了 圣诞节前一天紫英终于见到男友尚明 一个多月未见 紫英诉说着对尚明的想念 还计划着两人明天怎么过圣诞节 尚明却告诉紫英 明天她要出差 现在她难得受到新任社长的器重 要抓住这个机会更加努力 紫英虽有些失落 但男友事业进步她也很为她高兴 紫英提出明天去机场送尚明 尚明却觉得这种行为太过老套 她只出差三四天没必要这样 然而次日尚明刚到机场 就接到了社长敏珠的电话 不一会敏珠风风火火的跑来 她觉得在电话里说句一路小心 远远不够表达自己的心意 于是便主动上前亲吻了尚明 尚明全然没有要拒绝的意思 过了四天后紫英以为尚明要回来了 便主动去她家里做饭等她 而此时尚明正坐在领珠车里 领珠问她有没有想过自己回来接她 尚明说她有抱过这样的希望 领珠直接提出要带尚明去自己家做客 尚明觉得她刚出差回来 胡子还没来得及关 这样贸然前去有些不好 领珠却说这次不是以秘书的身份 而是以男友身份前去 后母不知敏珠要带男友来 所以提前没多准备菜 还希望尚明能包含 同父异母的妹妹珊珠觉得姐姐不尊重母亲 才会连个招呼也不打 顾一直也没给尚明好脸色 吃过饭后 敏珠直接对后妈宣布她要与尚明结婚了 在场的几人都被这一消息震住 敏珠表示她刚见到尚明就被她吸引 虽然他们只认识不到三个月 但她有信心尚明能给她幸福 在尚明走后 后妈询问敏珠有没有了解过尚明的家庭 敏珠觉得那些不重要 她只要了解尚明就行了 山珠对姐姐不和家长商量 就擅自做决定的行为很是讨厌 敏珠表示她并不是没把后母放在眼里 这么做只是为了表明她想嫁给尚明的决心 尚明回到家后 父亲告诉她紫英刚走 她不明白尚明为何不提前给紫英打个电话 尚明看着桌子上她与紫英的照片 心里乱成了一团麻 由于片刻后 她打电话叫出了敏珠 直接告诉她 敏珠质问尚明两人刚在一起时为何不说 现在到了这个地步让她怎么办 尚明谴责她不也没与自己商量 单方面就宣布了结婚的事 敏珠不想当第三者 她自我麻痹地认为尚明一与女友没有感情 才会与自己在一起 她让尚明尽快与女友提出分手 尚明约了紫英出来 吞吞吐吐正要说出分手时 紫英却突然接到母亲晕倒住院的通知 尚明只得先与紫英一起来到了医院 外婆看到尚明后 称赞她像家人一样 关键时刻总会陪在他们身边 面对这样的信任 尚明不知该如何回应 借口自己工作很忙就先离开了 之后尚明直接来到了米住家 得知尚明还未向女友提出分手 敏珠突然大发脾气 质疑尚明是不是放不下女友 尚明告诉他女友母亲突然心机等色住院 自己实在开不了口 随后生气地离开 尚明独自坐在外面清理头绪 这时紫英打来电话 告诉他母亲已经醒来 让他不必担心了 毕敌他因来到医院看母亲 他担心付不起医药费 紫英说用他攒下的嫁妆付就行 可姐姐不就是因为钱不够 财一直拖着没结婚 现在眼看就要攒够了 用掉结婚怎么办 紫英说他与尚明商量下旧事 大不了先牵着 母亲询问紫英怎么不见尚明来看望自己 于是紫英找到尚明 开玩笑说要绑着他去见母亲 尚明却突然向紫英提出了分手 他问尚明是不是因为工作忙 自己又缠着他去见母亲 生气了才会说这样的话 尚明直接告诉他 紫英不愿相信这是真的 尚明说他的心在不知不觉中已转移到别人的身上 他让紫英放自己走 紫英实在做不到 明明两人那么相爱 怎么突然就变成了这样 他因盼着自己的新摩托车陷入了沉思 前几天他骑着车等红绿灯时 一女人突然撞了上来 把他车子撞坏后 扇猪带他来到摩托车店 打算买辆新车陪他 太英说他的车已经很旧 赔辆二手的旧行 扇猪却执意赔了两新车给他 之后扇猪又带他去医院看脚伤 送太英回来时 被太英的爱慕者美玲看到 美玲上来就谴责扇猪开车不照眼 扇猪不想离美玲 嘀咕她是疯丫头就要离开 美玲听到后直接抓起扇猪头发与她打了起来 太英上前拉两人时 美玲不小心把她绊倒 两人这才结束战斗 之后太英带美玲向扇猪道歉 一来二去两人救赎了起来 太英腿好后 骑着摩托车在扇猪兜了一圈 她告诉扇猪自己打算把摩托车卖了 扇猪一直追问她是什么原因 太英便说出了母亲生病需要医药费的事 扇猪让她不要卖掉摩托车 只要自己回去与姐姐说她的腿有后遗症 姐姐肯定会给她钱的 太英说她是个正直的人 绝不用这样的方法 被车员提醒紫英这已到达终点 她这才从悲痛中醒来 相恋了十年的男友突然变心 任谁一时也接受不了 女人无法开口向家人说出这事 不知情的母亲催促紫英尽快把婚定了 紫英只得借口母亲还在住院 等出院后再商量也不迟 母亲好奇尚名怎么都没来看望自己 是不是最近工作太忙了 紫英谎称就因为她太忙没来 自己与她大吵了一架 母亲劝她要多体谅尚名 这天作为群演的尚名父亲被导演骂了 心情不好的她想找人喝酒 但儿子电话却是关机状态 于是便叫来了紫英 紫英为提起她与尚名分手的事 耐心地听着尚名父亲牢告着她的演员梦 随后将醉酒的她挪回了家 紫英来到尚名房间 曾经多么熟悉的地方 现在却莫名多了份陌生感 抽屉里两人和影被反扣着 紫英拿起一看 相片早已不知踪影 这时尚名突然回来 紫英解释是她父亲喝醉了叫自己来的 她劝尚名以后多关心下父亲 尚名说她会把分手的事与父亲说清 还拜托紫英就算以后父亲给她打电话也不要来了 紫英还想挽留尚名 表示她会给尚名些时间 让她与那女人断干净了 尚名残忍地告诉她 她马上就要结婚了 让紫英不要再痴心妄想了 回去的路上 紫英想起了尚名曾给她做过的承诺 说会帮她挡风遮雨 不让她受一点委屈 可现在所有的风雨都是她给的 最日父亲与尚名抱怨着最近的烦恼 尚名却突然告诉她 父亲以为两人只是吵架说的气话 劝尚名让着点紫英 尚名只得告诉父亲 自己已经爱上了别人 那人就是前几天来看望父亲的社长 父亲但骂她往恩负义 并表示自己只认紫英一个儿媳 她只问尚名 如果敏珠不是有钱的女人 她还会与她在一起吗 尚名回答不上来 父亲教育她前世很重要 但最重要的还是人的良心 父亲劝她还是与紫英和好吧 如果她执意这样以后 肯定会遭雷批的 紫英母亲出院后 发现只要一提起尚名 紫英脸色就变了 于是主动找到尚名 问她是不是与紫英吵架了 尚名直接告诉她两人已分手 还是自己提出的 母亲问她分手的原因 尚名让她回去问紫英 紫英整日郁郁寡欢 母亲怕她难过也未提起监国尚名的事 这日泰英回来时买了烤地瓜 紫英拿起来要吃时 突然感觉一阵恶心 她像是想到了什么 好回房间查看日期 次日紫英买了烟运棒测试 看到结果后直接让她泪流满面 另一边的尚名则与敏珠 在一起幸福地挑选着婚戒 确认怀孕无疑后 紫英行尸走肉般在街上游荡 她安慰自己 也许尚名会因为这个孩子回到她身边 紫英鼓起勇气打电话给尚名 说自己在常见面的咖啡店等她 有重要的事情要与她说 尚名认为两人也毫无关系 直接挂断了电话 她根本没把紫英的话当回事 下班后还开心地与明珠在一起约会 紫英等到咖啡店打烊 也没等来尚名 尚名回家后 发现紫英等在楼门口 她懊恼地上见质问紫英是不是疯了 紫英体力不知就要晕倒 尚名看了下楼上还是决定把紫英扶到车里 带紫英缓过神后 她斥责紫英是不是没有自尊 对于自己这样一个背叛她的男人 有什么值得她留恋的 紫英告诉她自己怀孕了 尚名认为她想用这种方法挽留自己 她坚定地告诉紫英自己已不爱她 自日紫英直接病倒了 母亲叫她吃饭时 却发现她已不知踪影 打电话给她手机也留在了家里 这让母亲十分担心 紫英独自来到医院 护士叫到她时 紫英突然晕了过去 上名跑来看紫英 哭着说自己错了求紫英原谅 可这一切只是紫英做的梦 她多么希望这是真的 现实的残酷让她不自觉掉下了眼泪 医生告诉紫英她已怀孕期中 突然晕倒是因为贫穴 平时要多休息多补充营养 紫英低着头不说话 医生已猜到她时来打胎的 建议她先把身体养好 打胎时需与孩子父亲一起来才行 紫英电话突然响起 母亲慌乱中从她包里摸出一张逼抄抄 还没来得及多想先接起了电话 原来是同事来慰问紫英的 挂断电话后母亲看着逼抄抄大哭了起来 紫英回来时发现尚明等在门口 尚明让她上车想与她聊聊 她表示自己已经抛弃过紫英 无法再抛弃明珠了 她向紫英道歉 尚明认为回到紫英身边就是抛弃未来 她要现在就带紫英去医院 这时电话响起 明珠询问尚明有没有到家 要挂断时非要尚明说那三个字 母亲无意间发现紫英怀孕的事 担心她会想不开 焦急地站在公交站台等紫英 见到紫英平安归来 母亲悬着的心终于落下 她安慰紫英尚明知道有孩子后 肯定会回心转意 母亲没想到尚明会这么绝境 夜里母亲被紫英的尸臭都无法入睡 身体也跟着难受起来 自日一早 尚明刚到公司 就收到了一记耳光 嘶吼的声音吸引了正在等电梯的明珠 看到正母明珠瞬间猜到了女人的身份 赶忙心虚地上了电梯 冷静下来后 紫英母亲为当众骂尚明的事向她道歉 不过这些比起尚明对紫英做的事 已经算客气的了 她劝尚明考虑下孩子 这么不负责任的态度 直接气得母亲无话可说 既然没想好与紫英共度人生 为何要耽误紫英这么多年 现在事情变成这样 紫英以后要怎么嫁人 待尚明上班后 领珠询问她是不是和前女友同居过 忽然人家家里怎么会过来呢 尚明让她不要瞎想 她保证以后绝不会再发生这种事 紫英母亲回到家后 忍不住痛哭起来 因为这是刚刚出院的母亲又难过的倒下 尚明与敏珠商量两人婚后住在哪里 以她现在的积蓄根本买不起新房 敏珠想婚后继续与静母住在一起 这样两人不仅早晚能吃上现成的饭 静母也能照顾两人生活 尚明虽有些不乐意 还是同意了敏珠的提议 回到家后 尚明提醒父亲不要忘记 明天双方家长见面的事 父亲回对他 竟然嫌自己群演的身份丢人 他不去岂不是更好 尚明告诉父亲让他举事对他的尊重 没有父亲他们照样也能结婚 这话一下刺激到了父亲 直接点了尚明一耳光 另一边紫英的母亲突然疼痛难耐 用尽全身力气推醒了旁边的外婆 外婆被女儿的状态吓坏 大声呼喊叫醒了熟睡的紫英 几人迅速将母亲送到医院 等了一晚上医生却出来告诉她们 突然的噩耗血上加双斑刺痛着紫英的心 外婆更是感受到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心痛 腿脚不变的她只能眼睁睁看着女儿被推远 临近太平间前 紫英叫住推行的人员 掀开白布看了母亲最后一眼 笨蛋的时间排久 推行人员让他们节哀顺变 不留情愿地要将母亲拉走 兄妹三人像孩子一样哭得撕心裂肺 从此这世上又多了三个没妈妈的大人 接连的打击让她痛不欲生 不知情的弟弟还想请尚明来调放 紫英这才从外婆口里得知母亲去世的原因 紫英想不到母亲的去世情和尚明有关 此刻她恨不得将尚明碎尸万段 气不过的太英直接找到尚明 就算此刻尚明有一丝丝愧疚疚 也丝毫动摇不了她要取明珠的决心 邻居美琳与父母拉吊丧 紫英让他们顺便帮忙把外婆带回家 母亲已经去了 外婆再有个三长两短课怎么办 外婆回到家后 不自待在房间里哭得撕心裂肺 另一遍 明珠满怀气大地等着尚明父亲的到来 尚明再三催促 父亲才不慌不忙地赶来 她张口就说自己不来野心 反正两人已经把所有事情都商量好了 明珠陪着笑脸安慰未来的公共 尚明告诉父亲 婚后她将住进明珠家 到时候给父亲买个公寓让她住的舒服点 父亲认为尚明就是去别人家当上门女婿 自己辛辛苦苦把她养大成人 现在却用这种方式报答她 这边紫英的母亲正在出饼 众人哭得稀里哗啦 另一边闭珠则开心地在试婚纱 一脸幸福地享受着尚明的称赞 母亲下葬时 紫英对着母亲承诺 葬礼结束后 紫英将她与尚明的所有照片都撕毁 她决定将尚明从记忆里清除 善珠约出太阴 让她把自己上次表白的事直接忘掉 既然她不愿与自己交往 两人就继续做朋友吧 原来就在不久前 善珠得知泰英继续用钱后 不顾泰英反对 私自以她腿伤有后一阵为由 向姐姐索要一笔赔偿费 明珠大发雷婷谴责她不该什么都答应别人 她让善珠找对方要份保证书 承诺以后不会再以车伙为由 向他们要任何费用 善珠让泰英写保证书 泰英觉得这是极不厚道 根本不愿意配合 善珠便私自伪告了份贾保证书 骗到钱后拿给泰英 泰英却不愿收下这钱 两人来回纠缠了很久 一次吃饭时 两人从电视上看到白血病儿童 不谋而合的决定把钱捐给患病儿童 出来后两人心情大好 自此善珠对泰英起了好感 等她鼓足勇气向泰英提出交往时 泰英却以两人家境相差甚远 唯由拒绝了她 善珠望不掉泰英便决定与她继续做朋友 她请泰英来滑雪场玩 得知这滑雪场竟是她家的 泰英先是震惊与她家家庭显赫 随后询问善珠可不可以帮她 开除一个滑雪场的工作人员 善珠没想到泰英让她开除的人 竟是姐姐的未婚夫上明 她好奇泰英与她有何深仇大恨 泰英把上明抛弃相恋 十年女友的事告诉了她 善珠只得无奈地告诉她 上明现在是她姐姐的未婚夫 她根本没这个权利 泰英这才知道原来上明是为了钱抛弃的借鉴 回去后她就把这事告诉了紫英 外婆过来安慰紫英 人的缘分不可能都是好的 一刀花缘分就要尽快一刀两断 她劝紫英尽快去医院把孩子做掉 未来路还很长 千万不能散糊涂把孩子生下 紫英点头答应了外婆 母亲生前的病友孙奶奶 得知母亲去世后 邀请她们全家人去她家做客 紫英买好面包就要打车过去 司机告诉她已经有人了 这是一男人过来坐上车直接离开了 没一回车又到了回来 男人询问她去哪个方向 得知两人方向相同后 男人让紫英上了车 紫英到了孙奶奶家后 才发现刚刚让她上车的男人 竟是奶奶刚从国外回来的孙子英俊 英俊感慨两人十分有缘 同时去买面包 同时坐出租车 又去同一个地方 吃过饭后 英俊热情地把他们送回了家 紫英去酒店做市场调查 却意外看到少明独自等在那里 两人思慕相对谁也没有要开口的意思 这时英女人走过 挽着少明胳膊离开了 亲眼看到曾经深爱的人 与其他女人走在一起 这人比想象中还要心痛 紫英想到了外婆劝接她的话 决定要与少明一刀两断 于是紫英请求好友陪她去打掉孩子 好友庆幸她终于想通了 并介绍她去自己哥哥医院 只要向哥哥打声招呼 没有男方签子也可以给她做手术 下班后 紫英在商场门口遇到英俊 英俊感慨两人一出一镜 像是命运安排的相遇 她询问紫英有没有时间 请她帮自己挑选领带 随后英俊请紫英吃饭 从小失去双亲的英俊 以过来人的角度劝紫英要经常微笑 因为地下的母亲肯定不想看到她垂头丧气 英俊送紫英回去的路上 突然听到了自己最喜欢的一首歌 英俊告诉紫英这首歌陪伴她度过了人生最艰难的时刻 每次听到都能鼓舞她 现在她早已从当初的困境走出 多亏了时间这副疗痒 这话鼓舞了紫英 她相信总有一天 这些痛苦终将淡掉 自日 紫英找到孙奶奶 拜托她带着还未泡过温泉的外婆出去玩三天 孙奶奶当下就答应了她的请求 随后刘紫英在家里吃饭 英俊主动提出露一首 紫英帮忙打下手 两人一个接一个做配合的十分默契 送走外婆后 紫英请了三天假 与好友一起来到了医院 得知她吃了早餐 护士告诉她手术必须空腹 建议她下午再来 紫英与好友坐在车里闲聊 随手拿起好友的相机 里面都是她儿子的照片 好友告诉紫英 她这辈子做的最正确的决定就是生下儿子 每次听着儿子叫她妈妈 内心总会生起一种身为人母的幸福感 好友说起第一次感受到儿子态动的神奇 第一次听到儿子心跳的惊喜 这些话激起了紫英的母爱 这可她意识到在她肚子里的是一个鲜活的生命 她认为不能因为自己的不幸 就扼杀一个生命存活的希望 有了这些想法后 紫英又不想打掉这个孩子了 好友这才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 她告诉紫英两人情况不同 好友趁她轮静点 想想自己以后的人生该怎么办 死母心泛滥的紫英 根本听不进去好友的劝解 男人抛弃了相恋十年的女友 本以为盼上了貌美的富婆就能高准无忧 未来小姨子的一句话 瞬间让尚明坐立不安 黑心室坐多的她 害怕前女友怀孕的是泄露出去 故装淡定地询问善助与泰英是什么关系 得知两人是玩得很要好的朋友 心虚的尚明认定泰英肯定是要报复自己 下班后尚明直接找到泰英 奉劝她不要枉费心机 未婚妻及她的家人对她的过去一见二出 即使她与善助说了什么 也影响不了她与未婚妻的感情 听她这么说 泰英反而决定以后要多与善助见面 这时下班的紫英撞见两人 询问两人为何要见面 尚明说是她主动提出的 随后她告诉紫英 泰英为报复她 主动接近她未来的小姨子 尚明让紫英阻止下泰英 还自以为是的认为这是对泰英好 紫英奉劝她先管好自己小姨子再说 回到家后 紫英询问泰英怎么认识的善助 得知是之前车祸认识后 紫英让两人不要见面了 对方要知道他们与尚明是这种关系 免不了要羞辱他们 尚明始终担心自己的恶行被明珠知道 第二天一早 就对明珠献殷勤 还以关心的名义 暗示善助在与坏人交往 泰英被姐姐的话弄得心烦意乱 收到善助的留言也不知该不该回复她 回家后满脑子都是善助曾与她说过的话 泰英决定听从内心 直接骑车来到了善助家门口 善助狂蹲出去时 正好被明珠看到 明珠想到了上明提醒她的话 便跟了出去 自卑的泰英始终觉得自己快递员的身份 配不上家事显和的善助 善助觉得如果她也是快递员就好了 这样泰英就不会有心理压力 两人就能随时见面了 这时明珠走过来 非要请泰英进去做做 泰英刚说完自己姓名 善明就打来了电话 得知泰英此刻就在明珠身边 紧张地询问他们聊了些什么 知道泰英未说出两人关系 坦克不安地挂断了电话 明珠从家庭学历职业各方面盘问着泰英 泰英想到了上明说的话 自尊心作祟的泰英感觉明珠就是为羞辱她 只愿自己不会与善助结婚 请她不必那么紧张 随后生气地离开了 上明父亲来明珠滑雪场拍戏 居用心作祟的她请全剧组吃饭 还告诉导演她未来的儿媳就是这里的社长 明珠接到餐厅的电话 这才知道上明父亲的职业 她不是看不起群演 只是生气上明隐瞒自己 这时上明父亲打来电话 让她出去招待下剧组 明珠忍下怒气亲自去见了上明父亲 还主动给剧组送了咖啡和电热器 上明父亲却不知足 擅自做主要流泉剧组在这里过夜 明珠不好拨她面子 强忍着帮她安排了一切 上明父亲的行为 让明珠意识到了上明与她的差距 上明来为父亲的行为道歉时 明珠直接向她提出 上明以为是太一与明珠说了什么 第一时间找到紫英 紫英表示弟弟和谁来往是她的权利 她让上明不要再来打扰自己 要走时上明突然想到紫英肚里的孩子 让她尽快找时间打掉 全在上明心上的石头终于落下 可良心上的不安全让她一直心烦意乱 路上一个不注意就出了车祸 第二天明珠看上明没来上班 开始不安起来 她以为是自己昨晚说的话惹恼了上明 打电话给她也是关机状态 明珠想起与上明相处的点滴 内心充满了矛盾 这时电话响起 是医院打来的 得知上明出了车祸 明珠对她的不满全部烟消云散 取而代之的是坚肠挂肚的担忧 外婆回到家后 发现紫英吃饭时还犯恶心 她询问紫英是不是还没把孩子打掉 外婆劝紫英不要犯傻 女人独自带孩子远比她想象的辛苦 紫英却铁了心 觉得孩子有生存的权利 她实在喊不下心轻易剥夺 良人的谈话被刚回来的泰英听到 泰英骑着车来到了上明楼下 正好碰到上明下班回来 她二话没说上去给了上明一拳 只问她孩子要怎么办 泰英意识到傻姐姐准备独自生下孩子 于是跪下来求上明重新考虑一下 这时紫英赶来 拉着泰英要带她赶快离开 泰英生气的质问姐姐为何不说出真相 落下的石头又再一次悬在了上明心上 可怜的大男孩泰英想不明白姐姐的做法 独自躲在K哥房里泪流满面 自日 敏珠直接去上明楼下接她 上明还滚着脸对她挨她不理 她说自己还有四十要半 让敏珠把她放到路口下了车 随后上明找到紫英 问她选了哪个医院大胎 紫英报出医院的名字 说今天下午就去 上明要陪她一起去 她要亲眼监督紫英把孩子打掉 紫英叫出好友请她帮个忙 让自己去她哥哥医院做个系 好友说这是简单 只是觉得紫英这样做不理智 下午上明与紫英一起来到医院 紫英进去前向上明说 自己出来后不想再看到她这张脸 商明看着紫英进了手术室 随后回到公司 瞬间与敏珠重归于好 两人决定婚礼照常举行 还一起商量着路密约的地方 看着迎面走来的新人 紫英顿感无力 眼泪不受控制地流了下来 这时前来参加婚礼的英俊看到了紫英 上前与她打招呼 紫英有些难堪 简单地问候后就先离开了 奶奶担心紫英有什么事 让英俊追上去问问 英俊提出带紫英去咖啡店坐坐 悲剧后又要主动送紫英回家 路上英俊看到紫英一直在流泪 便提出带她去兜兜风 另一边敏珠在花筒的带领下 手捧鲜花走向了上明 一对新人在众人的祝福中完成了仪式 英俊则一路开着车 默默地陪着紫英 两人来到远郊的咖啡店 英俊关切地询问紫英刚刚为何而哭 紫英说看到大厅走过的新郎新娘 突然就想大哭一场 英俊从奶奶那里听说了她被男友抛弃的事 安慰她适当流些眼泪 对身体也有好处 紫英询问英俊与刚刚举行婚礼的人是什么关系 这才得知她家敏珠家试试交 两家从创业初期一直就有生意往来 两人还曾一起去国外留学 紫英没想到他们关系竟这么亲密 紫英向英俊道歉 感谢她花这么长时间陪自己 英俊觉得能陪她出来散散心 自己心情也开阔了很多 扇珠找到太英告诉她 上明今天与她姐姐结婚了 听到这话太英莫名的感觉火大 直接摆着扇珠拿她出去 臭骂了扇珠一顿 紫英回到家后发现太英坐在门口哭泣 上明已经结婚了 姐姐肚子里的孩子要怎么办 她不明白姐姐为何要选一条最难的路走 上明与敏珠度迷约回来后 一步登天直接身为了企划部律师 还拥有了一间独立的办公室 这天正在上班的紫英突然接到英俊电话 让她帮自己挑选个礼品 挑选完毕后 英俊请紫英吃饭 这时敏珠走过看到了英俊 英俊邀她一起吃饭 英俊问敏珠怎么没与新郎一起出来 敏珠说她有急事要处理 等会就来 听到上明要来 紫英瞬间紧张起来 她借口身体不舒服要先离开 英俊便与敏珠道歉 约定下次再请她吃饭 上明挺好吃后 就看到紫英上了英男人的车 两人亲密的动作让上明看了心里很不舒服 这导致她与敏珠吃饭是一直心不在焉 晚上回去后 敏珠询问上明有什么心事 怎么从晚上就开始闷闷不乐 上明借口自己工作太累 隔天英俊又打来电话约紫英吃饭 听到她同时还邀请了敏珠夫妇 紫英以公司要聚餐为由拒绝了她 敏珠赶到后 向英俊介绍了老公上明 听到紫英的名字 上明的脸色一下就变了 英俊表明她与紫英只是朋友关系 不过她确实对紫英有好感 但貌似紫英只把她当一般朋友 敏珠让她在家把劲 上明则全程黑着脸不说话 这天紫英好友与老公吵架 紫英陪她喝酒消愁 正好与出来吃饭的英俊碰上 好友大罪后 英俊主动提出送他们回家 这是好友老公下来接好友 误以为英俊是紫英交往多年的男友 人人在商场闲逛 突然被前男友老婆叫住 紫英好想逃走 可敏珠却静止向她走来 此时的敏珠毅然把紫英当作了英俊的女友 热情的上前与她打招呼 询问她上次为何没来吃饭 想到紫英是设计师 敏珠认定她眼光一定独到 正好自己要帮老公挑选衣服 所以拉着紫英给她做参谋 这时尚明打来电话 敏珠高兴地告诉她自己在商场碰到了紫英 一旁的紫英听到这话竟有些紧张 听敏珠这语气 尚明就知紫英没说出两人的过往 但她担心敏珠会继续与紫英接触 敏珠回去后向尚明夸赞紫英眼光好 尚明却浅分敏珠对自己不上心 自己的衣服怎么能让别的女人帮忙选 几天后 敏珠直接去紫英公司拜访 表示想把她经营的餐厅餐具都换成紫英公司的 想让紫英亲自操刀设计 敏珠走后 紫英陷入了两难 这么大的单子她不接 老板肯定会赶她走 可她又不想再与敏珠他们见面 紫英好想找个地方躲起来 自从英俊意外得知紫英与上明关系后 一直忍着等紫英联系自己 那和紫英好像离这方面的想法 英俊只好主动打电话约紫英吃饭 她向紫英道歉 自己在不知情下做了让紫英痛苦的事 还曾约紫英与敏珠上明一起吃饭 紫英表示这不能怪她 不知者无罪 饭后送紫英回去的路上 英俊邀请紫英中末一起去农庄玩 在农庄里 英俊向紫英讲述了很多自己过去的事 英俊觉得自己突然表白有点唐突 她告诉紫英不用马上回复 紫英认为自己配不上她 紫英表示自己现在不想谈恋爱 英俊说她会一直等到紫英接受她为止 这天 好友本打算帮紫英群领住公司送洋品 却突然接到儿子摔伤的电话 只好先赶回了家 同样了解紫英情况的同时提出她去送 紫英不想麻烦她 紫英送完样品正要离开时 却又遇到了敏珠 敏珠非要请她去办公室喝茶 紫英多次拒绝 还是拗不过敏珠的坚持 跟着她来到了办公室 两人没聊多久 上明就进来了 善良的紫英借口又是要回去 敏珠却觉得她这样拒绝别人的好意 很不礼貌 于是三人不可思议的坐在了一张餐中 期间敏珠问出了一个让在场两人窒息的问题 上明紧张地看着紫英 好怕她脱口说出两人关系 听到这话上明瞬间松了口气 敏珠听紫英这么说 开始极力地向她推荐英俊 无缘端上牛排后 上明直接拿过敏珠的那盘 细心地帮她把牛排切好 看到这幕 紫英不自觉地想起了她与上明的过往 曾经多甜蜜现在就有多心酸 敏珠去卫生间后 上明质问紫英为何不拒绝敏珠 上明却觉得紫英肯定是别有用心 这时英俊打来电话 得知紫英在与敏珠夫妇吃饭 让她找个适当的机会赶快离开 紫英挂断电话后 上明询问她什么时候与英俊发展得这么快乐 竟然连雨水吃饭都要向她交代 这时敏珠回来 得知英俊刚刚来电后 邀约下次四人一起吃饭 紫英爽快地答应了 旁边的上明却吓得不轻 善珠去找泰英晚 泰英总会把美琳也带上 美琳一直夹在两人中间 让善珠根本没机会与泰英独处 受不了的善珠把泰英约到张边 告诉她自己不想再与她做朋友了 泰英岂会听不出她的言外之意 可恒在两人之间的问题太多 她向善珠提出了绝交 善珠想不到她会这么绝境 努力想解释些什么 泰英却说两人以后不要再见面了 随后转身就走 善珠不明白她为何这样 自己又不是公主 两人之间是由多大的鸿沟跨不过去 泰英就这样狠心地抛下了心爱的姑娘 可她的心合层不再滴血 她拼命地灌酒麻痹自己 却依然痛得无法呼吸 回去后想打电话给善珠 秉之友告诉她不可以 只能把满腔的阿姨对着空气说出 紫英看到弟弟这样很实心痛 擅自用弟弟手机拨通了善珠电话 尚明听到这话又心虚起来 尚明觉得紫英是别有目的才会接近英俊 如果不是为了报复自己 凭紫英贫穷的身份 怎么会结识英俊这种富家公子 自以为是的尚明让紫英不要再出现在他身边人面前 还让他看请泰英不要再联系善珠 紫英已与善珠聊过 让他不要再与泰英见面 所以尚明大可不必如此担忧 英俊过来找紫英 正好看到两人一前一后走过 他叫主要走的尚明 说有事要与他聊 尚明询问是不是紫英告诉的他 英俊表示紫英不是那样的人 他刚看到紫英不想与尚明见面 是尚明强迫的他 希望尚明以后不要再联系紫英了 难道他给紫英带来的伤害还不够多 尚明说他希望紫英过得幸福 怎么会伤害他 尚明要走时拜托英俊不要把他与紫英的事告诉明珠 英俊答应可以帮他保密 但他觉得这种事不可能满一辈子 善珠自从与泰英绝交后 整日欲寡欢 他还是忍不住给泰英留言 告诉他自己会在江边等到他来为止 泰英中还是现身了 善珠怎么想都不明白两人为何不能在一起 明明泰英是喜欢自己的 为何不能为自己勇敢一点 就那么怕被他家人侮辱吗 泰英表示他根本不怕什么侮辱 善珠不明白既然不怕两人为何不能在一起 善珠这才知道 两人之间竟有这么深的鸿沟 他喝的烂字如泥回到了家 没有敲门就闯进姐姐房间 直接坐在他们床上说有话要说 紧觉得善明害怕他说出的话与自己有关 赶忙上前拉善珠 善珠问他真的爱姐姐吗 生气的抿出后他快点出去 善明把善珠扶出去后 善珠直接问他 善珠哭着说他讨厌上明 没有上明的话就算家里人怎么反对他也会与泰英在一起 可这样痛苦的又何止善珠一人 难过的泰英一直不停的运动 身上再多的汗水也会散不掉心里的痛苦 之后泰英又来到母亲墓地 靠在母亲身边默默流泪 隔天善珠找到泰英向他提出 两人都把手机关掉 开车来到郊外看星星 分开前 善珠希望即使以后两人不见面 泰英也能偶尔想自己一次 泰英没说话 直接抓起善珠的手 在他手里放了条项链 善珠让他亲自帮自己戴上 随后善珠忍不住 抱住泰英做最后的道别 两人就此分开 并约定以后不再见面 这是女人第一次说到话 她还没来得及查看是谁送的 同事就先抢货卡片问他英俊是谁 紫英看着卡片脸上不由露出了微笑 同时启哄紫英肯定是遇见白马王子了 下班后紫英一直想着与英俊相处的典地 这个成熟稳重的男人 经常无畏不至地关心照顾他 总会不让他心动 可想到自己肚子里的孩子 让他瞬间觉得自己配不上这样的爱 外婆已从英俊男的口中 得知了英俊在追紫英的事 他问紫英是怎么想的 紫英让外婆不必担心 他打算把自己的情况如实告诉英俊 到时候英俊自然就会放手 外婆替他惋惜 他最后一次询问紫英 真的决定把孩子生下来吗 既然他这么坚持 外婆让他早点把事情告诉英俊 让他早点断了念想的号 次日 紫英第一次主动联系英俊 这让英俊十分高兴 紫英说有事要与他说 英俊正好也有事找紫英 两人见面后 英俊让紫英先听他的事 他有个朋友聚会需要带女班参加 单身前去的话就要买单 所以希望紫英能陪自己一起去 紫英答应了他 两人参加完聚会 英俊让紫英说他的事 英俊表示他那些理由自己都听说过了 而且自己在国外时也有过女人 所以紫英不必对国王耿耿于怀 紫英表示自己还隐瞒了一部分没有告诉他 英俊有点不敢相信 等他情绪稍平稳后 询问紫英上明知不知道这是 英俊询问他是不是还忘不掉上明 期待着他再回到身边 紫英坚定地称他并没有这方面的想法 英俊想听听紫英决定留下这孩子的原因 紫英觉得就算他说出来英俊也未必能理解 他觉得在他肚子里的是一个小生命 紫英离开后 独留英俊一人惆怅 明珠最近总是感觉全身乏力 静夜的他竟在上班时间睡着了 上明让他多休息一下 还打电话给岳母 让他帮明珠熬些不药 岳母听到她这症状 觉得也可能是怀孕了 让上明带明珠去医院看一下 两人来医院检查后 果然印证了岳母的猜想 上明听到这话高兴坏了 立马抱起了明珠 两人都十分期待这个小生命的到来 亲爱的女人惊怀了别人的孩子 男人受不了这样的打击 整日沉默寡言郁寡欢 奶奶看到英俊这样很是担心 说他之前也谈过几个女友 从未见哪个女人让他这样过 奶奶想找紫英聊聊 不就是之前谈过一次很长的恋爱 自己又不会介意 英俊告诉奶奶不是这个原因 他让奶奶再给他点时间 这天紫英在书店结账时遇到明珠 看到紫英买了本育儿书 明珠惊讶她一个未婚的买这书干嘛 紫英借口是帮朋友买的 两人一起喝茶时 明珠让紫英祝贺自己 明珠说她本以为怀孕后老公会嫌弃她 没想到对她更好了 现在什么都不让她做 都快把她宠成公主了 听到这些的紫英心里很是苦涩 想到自己当时告诉上明怀孕时 她的态度却是截然相反 明珠找到英俊想请她吃饭 期间英俊问她要喝什么酒 明珠表示自己现在不能喝酒 随后告诉了英俊自己怀孕的事 看着眼前这个一脸幸福的女人 英俊一下想到了同样怀孕的紫英 竟觉得十分心酸 饭后明珠陪着英俊在酒吧喝酒 上明过来接明珠回家 要走前明珠先去了卫生间 明珠刚走 英俊就给了上明一拳 上明质问她为何要打自己 上明虽很生气 但英俊知道她的过去 让她根本不敢发火 她告诉英俊恋人分手是很常见的事 梅蒂奥一直揪着自己不放 英俊表示她从未见过有人像上明这样 卫裂的单方面强行分手 英俊不想多搭理她值得讨厌鬼 就先离开了 为了忘记紫英 英俊决定去日本三星 紫英也接到公司的任务 去了米兰出差 等英俊散心回来后 直接就去找了紫英 得知她出差后 英俊回到家告诉奶奶 奶奶问她紫英不同意怎么结婚 英俊表示紫英并不是讨厌于自己结婚 只是有她的顾虑 听到这话奶奶直接就说不行 她接受不了这样的事情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明珠家里知道这事 肯定会与他们闹 她让英俊趁早死了这份心 遭到奶奶反对后 英俊找到紫英外婆 告诉她自己决定要与紫英结婚 英俊说比起从此不再见紫英 她宁愿接受紫英肚子里的孩子 英俊想先贞得外婆同意 等紫英回来后再与她说 外婆觉得这是英俊太过吃亏 英俊表示她不介意 她不敢向外婆保证以后 一定不会与紫英吵架 但她可以保证 绝对不会因为紫英的过往与她吵 英俊都说到这份上了 外婆也为之动容 英俊从紫英同事那里 得知了她回国的时间 主动去机场接了紫英 这让紫英很是意外 她已为自己说出了怀孕的事 英俊就会从她生活里彻底消失 英俊把紫英送到家门口就走了 紫英回到家 外婆告诉她 英俊前几天来找过自己 还说想与紫英结婚 紫英万万没想到英俊愿意 接受这样的自己 她告诉外婆这是不可能 自日英俊约了紫英见面 她让紫英听下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 她不是感情用事的人 也不会因为怜悯与同情 就赌上自己的一生 随后她向紫英说出自己的决定 紫英却表示她的想法与过去一样 英俊让她说说拒绝自己的理由 紫英说她怀了别人的孩子 这理由还不够充分吗 这话确实打动了紫英 她承认喜欢英俊 这是因为这样才应该为她着想 而不是选择连累她 英俊承诺她一定会让紫英幸福 也仅紫英相信她可以给自己带来幸福 紫英依然没有信心 英俊让她一切都听自己的救星 英俊把紫英送到路口 紫英要离开是英俊叫住她 紫英求她不要再为难自己了 她也曾想到过两人要是能早点认识就好了 既然老天这样安排 就说明两人没有缘分 英俊却一把抱住她 这样深情又痴情的男人 哪个女人能不为心动 隔天英俊奶奶约见了紫英 她表示自己很喜欢紫英 但紫英现在的情况她是真的接受不了 紫英让奶奶不要担心 她是不会与英俊结婚的 她承诺会想办法 让英俊尽快放弃自己 奶奶询问她喜不喜欢英俊 奶奶不明白她为何要留下孩子 她是真的接受不了别人的孩子 让紫英就把她当作刻薄的老太太 紫英表示她能理解奶奶 奶奶临走前再次问紫英 自从怀孕后老公总是不断给明珠制造惊喜 让明珠感觉幸福极了 上明父亲得知明珠怀孕后 让明珠每天早晚都要打电话向她报备下情况 这让明珠很不自在 为此与上明吵了一架 善珠自从决定不与太英见面后 就接受了姐姐安排的相亲 相亲时正好遇到同样来相亲的美玲 美玲因为太英说她没男人样 一级之下决定相亲找个男人证明自己的魅力 果然这次相亲的男人对她很是满意 男人送她回家时 她故意在太英面前表现亲密想起太英 太英却懒得搭理她 美玲故意说出善珠相亲的是刺激太英 太英虽很心痛 也只能憋在心里 善珠在太英公司附近排缓了三小时 就位与太英偶遇 太英让她不要那么傻 打电话就是 善珠说两人已经说好不见面了 她只能用这种方法 善珠来见太英是有目的的 她拿出手机给太英拍了几张照 这样以后想念太英了就可以看照片 善珠与相亲对象只见了两面 便决定与她结婚 敏珠觉得这样太草率了 善珠则认为不能与太英在一起 嫁给谁都无所谓 几天后 相亲对象来家里做客 善珠送她出门时 突然疯狂地想念太英 看到出租车路过 善珠追上去让司机朝太英方向逝去 随后她打电话给太英 说自己没有车费 让太英出来接她 善珠一见到太英就抱了上去 她告诉太英只要她反对 自己就不结婚 善珠让太英随便带自己去哪里 在骑行路上却突然下起了雨 两人来到依幼儿园避雨 善珠微柔地帮善珠擦拭头发 在暧昧的气氛下 太英倾向了善珠 天亮之前 太英将善珠送回了家 母亲担心善珠等了一晚上都没睡 善珠谎称自己与相亲对象 在咖啡店聊了一晚 这天 善明父亲带着鲤鱼来到敏珠家 她说怀孕的人喝鲤鱼汤能补身子 让敏珠每天都喝 敏珠最讨厌于欣慰 借口自己太累先上了咯 敬母炖好汤后给敏珠端上来 敏珠很是抬斥 敬母和善明都劝她快点喝掉 敏珠喝了一口太难受 直接跑去卫生间吐了 隔天父亲打来电话 询问敏珠有没有每天都喝汤 善明骗她都按时喝了 父亲觉得这么营养的东西 中午也得喝 为了表示她对儿媳的重视 父亲决定中午去公司给敏珠送汤 敏珠得知后 赶忙从公司跑了出来 没有朋友的她约出了紫英 敏珠感觉紫英对自己一直都很冷淡 但她表示很喜欢紫英 希望能与紫英成为很好的朋友 敏珠让紫英陪她散步 她问紫英有没有过喜欢的人 敏珠继续问她是干嘛的 紫英表示不想再说她了 回去的路上 敏珠向紫英说着她与尚明相恋的过程 紫英听了十分难受 敏珠还告诉紫英她现在想把公司交给尚明 自己做个全职太太在家带孩子 就在这时迎面开来一辆车 还好即使打方向盘撞到了树上 两人惊魂未定 内面的车主气汹汹地找了过来 只问他们怎么开车的 敏珠有点慌 赶忙找手机联系尚明 尚明正为敏珠与父亲的关系烦心 一直喝闷酒根本没听到电话 紫英让受伤的敏珠先回车里 随后联系了英俊 尚明回家后 得知敏珠还未回来 打电话给她才知道她出了车祸 等尚明赶到后 焦急地询问敏珠的情况 万都不为一下一旁的紫英 英俊已把所有事办妥 路上尚明要英俊把他们送到医院 她要带敏珠检查下 英俊放下两人后 询问紫英要不要也去做下检查 英俊的赶来与关心让紫英很是安心 身边有这么一个人在 让她觉得十分幸福 敏珠在医院别得无聊 打电话给紫英让她过来陪自己 紫英本想拒绝 敏珠诉苦说自己没什么朋友 善良的紫英只好答应了 来看敏珠时 正好遇见了尚明 尚明让她赶快回去 还要求她以后不要再与敏珠见面 他们现在关系太过亲密 这让她很是不安 紫英让她不要命连自己 她是不想失礼才来这里的 她对敏珠根本没有恶意 紫英看完敏珠回去后 英俊正在为家人准备着晚餐 外婆和弟弟都夸英俊手艺好 看着大家都这么开心 紫英觉得十分温馨 竟期望能一直这样下去 反后英俊让紫英送她去停车的地方 英俊告诉紫英此刻她感觉无比幸福 要是紫英能明白她的心就更幸福了 紫英说她怎会不明白 只是害怕给英俊带来痛苦 英俊上前抱住紫英 说她不在乎 尚明父亲收到房客第一月房租后 想到紫英领到第一月工资时 请她大吃了一顿 于是联系紫英 请她来到两人之前常去的一家店吃饭 老板娘见到他们后 询问紫英现在是不是已成了她儿媳 两人都有些尴尬 尚明父亲赶快转移话题 让老板娘帮她拿点芥末 次日 尚明外出出差 敏珠为缓和与尚明父亲的关系 想与她一起吃顿饭 敏珠问父亲有没有特别好吃的地方 神经大条的父亲直接把敏珠带到了昨天去国的饭店 老板娘询问敏珠是她什么人 父亲介绍这是她儿媳 敏珠问她这是怎么回事 父亲解释对方在与她开玩笑 敏珠一下就想到了上明前女友 询问父亲昨天是不是与她一起来这了 父亲撒谎说那是很久以前的事 敏珠不相信 诺意的她直接认为 父亲说她对紫英一直有一种迁就的心情 昨天正好碰到了就一起吃了鸽饭 别的什么事都没有 敏珠怎么也理解不了她这种行为 胡思乱想着她给上明打电话 让她赶紧回来 英俊把紫英带回家 紫英鼓足勇气告诉奶奶 他表示只要紫英愿意打掉这个孩子 或者她肚子里不是敏珠丈夫的孩子 她与英俊的事就都能再考虑下 可紫英就是做不到 紫英说得如此真诚 奶奶还是坚决地拒绝了她 他们家与敏珠家走得这么近 孩子的秘密肯定瞒不住 到时候纠纯起来会很麻烦 英俊说上明不会承认这个孩子 即使承认了孩子也是她和紫英的 根本与上明无关 奶奶依然坚持自己的态度 紫英说她会坚持等下去 直到奶奶同意为止 英俊送紫英回去时 告诉紫英她打算带紫英出国静修一年 这样对紫英与孩子都好 虽然现在没争得奶奶的同意 但她相信等以后自己过得幸福了 奶奶会慢慢接受他们的 紫英感动得落泪 她没想到英俊考虑的这么周全 敏珠得知上明父亲还与上明前女友见面后 那正在出差的上明叫了回来 你是不是还和那个女人见面 因为对不起她令人怜悯 上明让敏珠别无理取闹 父亲本就是念旧的人 见面吃个饭不能说明什么 敏珠却不以为然 气不过的她直接向上明提出了离婚 上明拉着敏珠的手向她道歉 说自己真的很爱她 敏珠不想听直接躺到了床上 自日上明找到父亲 让她以后不要再与紫英见面 得知敏珠因为这时生气了 父亲答应了上明 敏珠冷静下来后 觉得自己确实有点太过敏感 她找到正在吃饭的上明 为自己昨天说的气话向她道歉 上明也表示父亲思维有些奇特 还请敏珠多多包涵 善珠打算与现在的相亲对象结婚 姐姐虽觉得有点草率 但对方家事背景都不错 便同意了这门婚事 两家正式见面后 定下了下周订婚 回去后 敏珠让善珠再仔细考虑下 她感觉两人现在订婚有点快了 让善珠要不要再考虑一段时间 善珠说自己无所谓 订婚当日 善珠精心打扮一番后来到酒店 到了门口却想反悔 直接开着车就离开了 敏珠得知消息后让上明出去找 上明联系泰英问善珠是否与她在一起 泰英这才知道善珠逃跑的消息 开始一起帮忙寻找 善珠的临阵脱逃让对方家里很生气 决定取消两人的婚约 泰英找了一天都没见到善珠的身影 她突然想到上次一起与善珠避雨的幼儿人 干刀后善珠果然就在那里 泰英劝善珠赶快回去 善珠却想让泰英带着自己私奔 泰英做不到 她家里就她一个男人 走了姐姐外婆要怎么办 随后泰英打电话给上明 告诉了她善珠的位置 上明接回善珠后 善珠直接给了善珠一耳光 还没收了她的手机和这钥匙 让她什么时候想通了再放她出去 泰英回去后联系善珠 却一直无人接电话 她以为善珠是生她的气了 便借酒消愁喝的鸣鼎大嘴 美玲打电话给泰英 听出她喝醉后出去找她 泰英却一直对她说这善珠有多好 这让美玲很是生气 看到路边的旅馆后 美玲心里冒出一个鬼主意 她扶着泰英来到旅馆 一直犹犹豫豫不甘心动 突然听到泰英叫善珠名字 心意横脱掉了身上的衣服 觉得尴尬的她直接躲进了被子里 正好只是泰英醒来 美玲变作样子 哭哭嘀嘀地说该怎么办 泰英整个都懵了 她向美玲道歉 可她真的什么印象都没有 美玲让她对自己负责 英俊突然接到闲置电话 说她现在人在首尔 英俊去见她后 贤芝表示自己后悔与英俊分手了 她这次来是打算带英俊一起回美国的 英俊告诉她两人回不去了 她在这里生活得很好 贤芝还想说服英俊 英俊便说出了她有女友的事 不甘心的贤芝来到家里拜访奶奶 询问奶奶英俊现在是不是有了女友 奶奶直接否定了英俊的说法 贤芝说明自己来以后 奶奶很是支持 劝英俊与贤芝复合 英俊向奶奶表明她要取的人是紫英 奶奶却不以为然 何天就称贤芝住在酒店太浪费钱 把贤芝接回了家住 英俊知道奶奶这个决定后 责备奶奶怎么可以这样 奶奶却说这是自己家 英俊没权利赶自己客人 英俊想劝贤芝回去 贤芝说她今天见过紫英 看样子奶奶不同意两人的关系 所以她觉得自己还有机会 扇芝被明珠整天关在家里 人都要逼疯了 她要跑出去却被司机拦住 正好明珠回来看到了拉扯的两人 明珠把扇芝带回家后 质问扇芝是不是又要去找泰英 明珠感觉自己被上明骗了 等上明回来后 明珠向她发火 质问她为何要骗自己两人不认识 上明让她冷静点 明珠直接给了她一耳光 上明解释说两人已经分手 没必要再提起她 明珠好奇对方是什么样的人 上明恼羞成怒 谴责明珠这样一直抓着过去有什么意义 英俊找到紫英 问她今天找奶奶时是不是受委屈了 还向紫英澄清她与贤芝的关系 让她不要胡思乱想 紫英告诉英俊她已下定决心 奶奶不同意的话 她不会跟英俊去美国 这让英俊有些无奈 她劝紫英先为孩子想想 明珠一直放不下这件事 她从扇珠手机上找到泰英电话约她见面 明珠直言她不是来说扇珠的事 而是想从泰英这里询问些她姐姐的情况 泰英不愿意与她说 无功而返的明珠又来到尚明父亲家 询问尚明前女友的事 紧觉得父亲什么也没告诉她 明珠走后 父亲告诉尚明明珠找她询问了紫英的事 等明珠回到公司后 正好看到尚明要开车出去 诺异的她名司机跟了上去 随后竟看到尚明见的人是紫英 自私的尚明认为紫英的存在给她造成了困扰 她害怕明珠知道她与紫英的关系 此时的明珠正在不远处看着两人 她多多少少已猜到了两人关系 尹太英尹紫英听名字就像姐弟 尚明回来后 明珠问她刚刚去了呢 尚明撒谎说去了合作的公司 尚明的再一次撒谎 让明珠对她更加不信任 明珠找来侦探社的人 让她查下紫英的过去 她已被这事扰得心神不宁 回想过去尚明与紫英碰面的场景 更觉得自己像傻子一样被人戏弄 尚明过来找她 明珠提出在双方车上都按一个定位跟踪器 自己性格多一会胡思乱想 希望尚明能配合下 尚明虽不乐意 但也同意了 贤之来找明珠 说她来首尔就是位于英俊复合 让明珠帮忙劝劝英俊 明珠表明英俊现在已有女友 贤之说她现在就住在英俊家 英俊奶奶不同意她们的事 她觉得自己还有机会 这是侦探社打来电话 确认了太阴姐姐就是东南瓷器的英子英 随后明珠找到子英 故意把贤之现在住在英俊家里的事告诉了子英 子英立马打车去了英俊公司 还没下车就看到贤之上前请了英俊一下 慌神的子英选择了逃跑 她被少明背叛过 不敢想象再遭遇一次背叛会是怎样 子英努力劝自己保持冷静 可却做不到 晚上上明主动帮明珠捏肩膀 明珠却问她之前是不是也经常帮钱女友捏 上明有些崩溃 让她不要再拿这样的事找叉 自于明珠收到了侦探社寄来的照片 没看到照片前她还能欺骗自己 可能是什么地方搞错了 有了照片让她不得不知是这个问题 想到子英曾告诉她 前男友因为找到有钱的女员抛弃了自己 明珠害怕上明看中的是自己的钱 烦性的她甩下工作 让司机载她出去散心 英俊联系紫英 她一直不接电话 于是便来公司找紫英 她问紫英发生了什么 紫英说出自己看到听到的 英俊说闲之处在自己家都是奶奶的意思 至于她看到的接吻 那只是西方的礼界 英俊抱住紫英 让她相信自己 她现在爱的只有紫英 上明来找闽珠签字 发现几个重要的文件闽珠都没批示就出去了 她赶忙打电话给敏珠 却是关机状态 上明从司机那里得知敏珠现在在别墅 上明去了别墅找敏珠 却发现敏珠正在喝酒 她谴责敏珠怎么能因为这点小事 就认下公司的事不管 公司对你那么重要吗 敏珠说她厌倦了这种生活 她现在感觉很痛苦 上明问她是不是还是因为太阴姐姐的事 上明已经收购了 直接夺门而出 出门后上明在车里犹豫了一回 中还是开车回了家 第二天一早 上明接到别墅管理人员电话 说明珠晕倒了 等她赶到医院时 就被告知 流产了 医生告诉上明 孩子昨天久留了 喝酒是对胎儿不好 但流产并非饮酒所致 而是孕妇最近精神压力太大导致的 敏珠得知自己流产后 哭得撕心裂肺 继母安慰他人还年轻 再要一个就是 上明看到敏珠这样也很心痛 她想安慰敏珠 敏珠却吼着让她滚出去 上明也很自责 如果自己昨晚没有怄气离开 事情也许就不会这样 太阴要对美玲负责 美玲母亲却看不上太阴 觉得她一无所有 配不上自己女儿 太阴外婆也看不上美玲 除了家庭条件好点 整天无所事事啥也不会 但这事实太阴有错 他们家也只能负责任娶美玲 能嫁给太阴美玲开心机了 可母亲却一直反对 她让美玲死了这条心 无奈的美玲只好绝食威胁母亲 父亲劝母亲就答应美玲吧 女儿喜欢她们能有什么办法 母亲一想到太阴一家自己在小屋子里 就接受不了 美玲已经两天没吃饭了 母亲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 各种想办法引诱她吃饭 美玲都快饿晕了 但她为了嫁给太阴想尽了办法 绝不能在这关键时刻掉链子 母亲最终没拗过美玲 同意了两人的婚事 善珠被明珠关在家里 整日都躺在床上哭泣 这日出去走动时突然就晕倒了 在医院住院期间 善珠用医院电话联系了太阴 得知她住院了 太阴与美玲一起去医院看善珠 期间美玲告诉了善珠 她与太阴要结婚的是 善珠有点不敢相信 她问太阴是不是真的 太阴却低着头部说话 善珠无奈地恭喜了两人 明珠出院后 看到之前买的胎教音乐余书籍 瞬间又情绪失控 看到明珠这样 尚明心里也不好受 等明珠情绪平稳后 尚明拉着她的手 让她望起过去 两人重新开始 明珠嘴上说好 却抗拒善明的靠近 经过这时 明珠觉得自己之前对善珠太严格了 她把善珠的手机汽车 还有银行卡都还给了善珠 还让她想见太阴的话就去见 可太阴就要结婚了 善珠心里有说不出的苦涩 明珠回归工作后 在会议上直呼善明企划理事 这让善明一时没反应过来 明珠还当着高管的面 劈停善明做事效率差 会后善明生气的质问 明珠为何要让自己难堪 批文没下来 她也只能等 而且这些事完全可以私下与她说 明珠说她没想那么多 只是想尽快把事情做好 明珠向善明道歉 善明一走 明珠就给人打电话 让他们监督善明都去了哪里 善明父亲又买了甲鱼 给明珠补身子 她听别人说 这东西吃了对肚里的胎儿特别好 亲家母不好意思的告诉她 善渡的女人竟邀请老公前女友来参加生日聚会 紫英本能就要拒绝 明珠却说自己流产心情不好 希望紫英能来陪自己 听到这话紫英不知该如何拒绝 等她与英俊一起来到聚会点 劝看到英俊的前女友贤芝也在 关系复杂的五人聚在一起 气氛有种说不出的尴尬 吃过饭后 明珠与贤芝在一起唱歌 其他三人则坐在一旁什么也不说 贤芝禁明珠喝了很多的酒 担心影响她而劝她别喝了 明珠情绪失控的说孩子已经流产了 上明制止明珠让她不要再说了 明珠指责就因为她不说实话自己才会流产 随后明珠专门对着紫英说 这让紫英很是心虚 上明强制把敏珠拉回了屋 安顿好敏珠后 上明初来拜托英俊把贤芝与紫英送回家 车来后 英俊帮紫英打开了车门 贤芝却抢先坐上了副驾 英俊固满地问她怎么可以这样 贤芝认为这一直都是自己的专属位置 紫英默默地坐上后座一句话也没说 路上贤芝一直说着与英俊过往的甜蜜事迹 还不宜亲了英俊一口 紫英觉得有些尴尬 让英俊把车停在路边 自己打车回去就行 英俊却先把与自己住在一起的贤芝送到了家门口 让贤芝下车后 英俊把紫英送回了家门口 让紫英不要在意贤芝刚刚说的话 紫英表示她能理解 她现在更担心的是 明珠知道上明前女友是她后该怎么办 英俊说那是他们夫妻间的事 让她不要多想 等英俊回到家后 贤芝直接点了她一耳光 贤芝问她怎么能这样对自己 英俊劝她不要浪费时间 赶快回美国去吧 紫英想到明珠说的话就心里不安 她主动找到上明 让她尽快把两人关系向明珠坦白 不然的话自己就去说 上明却觉得唯一的办法是让紫英消失 只要她不与英俊结婚就没什么问题 紫英直接被她气走 不远处有人拍下了两人见面的场景 明珠看到照片后很是生气 上明上班时 脑子里一直想着紫英让她坦白的话 回到家后 她想象明珠坦白与紫英的关系 明珠却因电视上男人的行为生气 谴责男人都表里不一 还质问上明会不会也是这种人 这话让刚鼓起勇气的上明又不敢开口了 明珠问她刚要说什么话 上明只好换成了一句我爱你 这句爱你让明珠多疑的心 得到了些许宽慰 次日明珠想了很久 决定再相信上明一次 她找到上明 询问她昨天在咖啡店见了谁 说她朋友在咖啡店看到她与育人在一起 上明一口咬定自己昨天没去咖啡店 还说是明珠朋友看错了 上明的发谎 让明珠刚找回的一点信任瞬间烟消云散 她说自己已经在定位器上看到上明去了那个咖啡店 上明又改口称自己见了文教授 她谴责明珠不该这么怀疑自己 随后生气的躲门而出 就这样两人信任危机愈演愈烈 男人刚下班回家 前女友就端着酒来到她房间 英俊对她这种不枪门就进来的行为很讨厌 并果断地拒绝了贤知帝国的酒 让她快点回自己房间去 贤知却说她就要留在这 说着就要脱衣服 英俊赶忙制止了她 原来的贤知从不胡搅满产 这样做只会让自己看不起她 自尊心受损的贤知赶忙拉好衣服出去了 次日贤知提之行李就要离开 她打算回酒店去住 奶奶阻止了她 奶奶认为贤知是自己孙媳妇的唯一人选 并表示英俊还对她有感情 只要自己活着就不可能接受紫英 奶奶劝贤知继续留下 她相信在坚持一段时间 英俊会回到她身边 被鼓舞到的贤知直接找到紫英 希望她能主动离开英俊 她与英俊结婚的话 奶奶就会与英俊断绝关系 奶奶一直坚定 他们这样本根本不会有结果 紫英说这是他们之间的事 让她不必烦心 晚饭时 贤知主动告诉英俊 她今天找紫英谈过 让他们不要再这样固执地等下去了 英俊质问凭什么干预他们之间的事 奶奶见英俊发火了 说是她让贤知去传的话 英俊不明白贤知算什么 凭什么让她去传话 奶奶说贤知是她未来孙媳妇的人选 英俊被这句话惹怒 直接上楼收拾东西要离开 奶奶想不到英俊竟会为了一个女人 与自己闹到这个份上 美玲为了讨好太阴外婆 把母亲腌制好的酱牛肉送了过来 还谎称这些都是母亲精心准备的 太阴家已经很久没吃到牛肉了 外婆激动地不知该如何感谢美玲家好 美玲母亲发现牛肉丢了后 以为家里竟小偷了 次日 装牛肉的盒子又全回到了冰箱 牛肉却都没了 母亲一下就想到肯定是美玲弄的 经过母亲再三盘问 美玲说她想给太阴家留个好印象 才送过去的 母亲真是恨铁不成钢 要嫁给那么一个一无所有的男人 还上杆子讨好她 她真的要被美玲气死了 美玲父亲找到太阴 询问她想不想开个快递分店 只要太阴愿意 自己可以出钱支持她 太阴说等自己有能力了再开 岳父说女婿也是自己的孩子 从现在开始 太阴和美玲对自己一样重要 所以让太阴对她就像对父亲一样不必客气 岳父让太阴再考虑下 接着又对太阴说 岳父的这番话让太阴很是感动 从小就失去父亲的她 久违的感觉到了父爱 太阴外婆带了些水果来感谢美玲母亲 美玲母亲却说自己家不缺水果 还直言自己根本不想给他们家送东西 那些牛肉都是美玲偷家里的送过去的 这时美玲回来听到两人谈话 赶忙上前阻止母亲 父亲知道这时候 先是谴责妻子不该那么说 随后让美玲去找外婆道个歉 美玲拉住父亲 要告诉她一个秘密 还让她保密不告诉任何人 美玲说她太想与太阴结婚 才会编出这样的理由 父亲左思又想觉得这是不厚道 随后找到太阴 把事情告诉了她 岳父不希望太阴因为责任赶结婚 那样会耽误她一辈子 还让太阴重新考虑下 未婚怀孕的女人想拥有幸福 抛下自尊跪在男友奶奶面见 求奶奶同意让他们在一起 奶奶此时心如刀割 自己养了三十年的孙子一直都很听话 就连青春期也没叛逆过 却为了眼前这个女人离家出走 现在就算刀架在脖子上 也不会同意让两人在一起 紫英外婆来找奶奶求情 亲们就看到紫英哭着跪在奶奶面前 外婆别提多心痛了 上前就要给奶奶下跪 希望她能成全紫英 奶奶让她不要这样 两人曾多要好的关系 这么做不是为难自己 自己之所以做这么绝 是不想将来勉励 与孩子亲生父亲抢孩子的局面 外婆劝她世上的事 哪能说那么清楚 以后会怎样谁也难料 重要是孩子们现在真心向爱 奶奶让她不要说了 随后躲进屋里 回去后 外婆劝紫英还是与英俊分手吧 一起私奔 两人也计划过了 可紫英不是做不到吗 现在两人只有放弃这条路可以走 可紫英觉得英俊因为她离家出走 她怎么可以轻易放弃 那样英俊心里该都难受 外婆说只要紫英离开了 英俊就会回去的 英俊从贤镇那里得知紫英跪下求奶奶的事 她找到紫英一把包上去 外婆看到苦情的两人把他们叫了进去 外婆劝他们放弃吧 不要让上了年纪的老人心声抱怨 秉珠得知英俊离家出走后 决定与尚明一起去看望奶奶 两人在家门口遇见了紫英 此时的紫英被拒在门外 卑微地请求奶奶能再见她一面 尚明看到这目净有点心酸 秉珠上前脚开门后 让紫英与自己一起进去 紫英却拒绝了 尚明回去一天都心神不宁 想到紫英卑微的样子就让她兴奋 她开车来到紫英家门口 正好碰到了下班回家的紫英 她询问紫英就那么想嫁给英俊 今连自尊也不要了 上明第一次向紫英道歉 她清楚自己过去的行为很渣 但内心一直都希望紫英能过得幸福 紫英一直以来积压的委屈在此刻爆发 看到紫英这样上明也跟着难受 上前借出自己的肩膀安慰紫英 最日上明把紫英被剧门外的事告诉了英俊 她希望英俊能照顾好紫英 英俊直接开车回家质问奶奶 怎么可以这样对待紫英 奶奶好不容易盼毁了英俊 这是来找自己兴师问罪的 她让英俊赶快从家里滚出去 以后不要再回来了 英俊随后又找到紫英 让她以后不要再找奶奶了 紫英遭受这种待遇让她很是心疼 她求紫英与自己一起去美国 紫英觉得他们不能这么走掉 奶奶知道后该有多伤心 隔天 明珠办公室收到一个信封 看到内容后她直奔上明办公室 好友竟是老公的前女友 被受刺激的明珠完全失去了理智 她质问紫英为何要隐瞒自己 看自己像白痴一样被骗很有趣吗 难道紫英没感受到自己很喜欢她 紫英说她有想过说出真相 但总觉得这话从自己嘴里说出 会让明珠觉得自己是在报复她 所以她希望上明能说出真相 明珠说她其实早已知道 就是想看看两人打算骗她多久 紫英为自己隐瞒的事向明珠道歉 希望明珠明白自己对她完全没有恶意 明珠回到办公室独自哭泣 比起老公的隐瞒 其实她最害怕的是老公因为钱采取的自己 上明回家后 发现明珠正在收拾她的衣服 她质问明珠为何总是因为小事就情绪激动 自己不说出真相就是因为她太情绪化 明珠却质问她 上明披着东西要离开时 却发现明珠下身出血了 她赶忙抱着明珠去了医院 医生给明珠全面检查后 告诉上明明珠得的是子宫内膜炎 如果出血布置的话 需要做子宫摘出手术 明珠得知情况后 坚决不肯做手术 医生告诉她血还没有完全止住 如果这样一直下去的话 只能做手术了 医生走后 明珠说她不想看到上明 让她赶快出去 上明独自坐在万年心里五味杂陈 她想起明珠流产时 父亲说她抛弃了陪她吃苦的子婴 才会遭到报应 现在她害怕这是老天在惩罚她 明珠问金母摘出子宫 是不是就不能生孩子了 金母劝她很下心 健康比孩子更重要 上明拉着明珠的手劝她坚强点 不管怎样自己一直都会陪在她身边 明珠血压一直下降 医生说必须马上做手术 明珠气息奄奄地说她不做 她还要生孩子 尽管明珠极其不响 还是被推进了手术室 进去前上明告诉她没有孩子也没关系 明珠被推进去后 上明搭在门外哭的声音句下 做完手术后的明珠根本接受不了这个事实 男人要娶未婚怀孕的女人 遭到奶奶反对后离家出走 却在父母近日这天回到了家 还未消气的奶奶让英俊滚出去 她已不是这家的人 没资格过来拜祭 英俊就想过去给父母磕个头 没想到奶奶如此狠心 气氛之下夺门而出 贤智跟出来劝劫英俊 只要夫人奶奶就会让她回去 英俊表示奶奶不接受子英之前 自己绝不回去 英俊劝贤智赶快回美国 就因为她在奶奶身边 奶奶才更不能接受子英 贤智回去后 告诉奶奶自己打算回去了 还求奶奶全权英俊与子英 奶奶表示她做不到 贤智不明白奶奶对子英哪里不满意 竟如此反对 奶奶吱吱呜呜不肯说出具体原因 英俊找到子英 说带她去捡两个人 随后把子英带到了自己父母墓地 两人刚拜祭过父母 就遇到了同样前来祭典的奶奶 奶奶看到两人就来起 上前揪着英俊就吹她 有什么资格来这里 竟然还敢带着子英来 子英看着英俊与奶奶 因为自己关系弄得如此僵 心里很是难过 回去的路上 子英一直都在自责 她不想英俊与奶奶变成这样 英俊劝子英别为这事烦心 英俊还想劝子英与她一同去美国生活 说等太英结婚后两人就离开 子英沉默着没有作答 子英独自待在公园想了很久 还摘下了英俊送她的戒指 她觉得自己已没资格 再带这枚英俊母亲留给她未来儿戏的戒指 子英说英俊与奶奶关系越来越恶劣 她只能放手 外婆觉得这样也挺好 就算两人在一起了 奶奶不同意她们也不会过得幸福 子英打算等太英结婚后 自己躲到外婆穿穿的亲戚渣 外婆表示没有问题 她会替子英保密 奶奶回去后就病倒了 英俊得志后去看奶奶 却又劝奶奶同意她与子英的婚事 奶奶都要被她气死了 喝止她赶快滚出去 子英想把英俊送她的戒指还给奶奶 她打电话联系奶奶 奶奶听到是子英的声音直接挂断了电话 子英只好联系了贤知 托她把戒指交给奶奶 奶奶看到戒指后陷入沉思 随后她找到子英 询问她把戒指还回来 是不是代表以后不见英俊了 子英说是 子英打算去一个英俊找不到的地方待几个月 她让奶奶替她保密 子英觉得她走后英俊慢慢就会接受 奶奶其实挺欣赏子英的 不过对于子英要留下孩子这事 觉得她不够理智 回去路上 奶奶心里也不好受 总感觉自己做了坏人 要怪就得怪英俊 明知道人家怀孕了还要追 身边的男人畅想着两人去了美国的生活 女人却预谋着悄悄离开 想到两人即将分开 子英忍不住泪流满面 英俊只当她被自己感动 幸福地抱住了子英 美玲母亲把外婆送的水果转手送给了别人 美玲生气母亲怎么能这样 母亲却觉得太阳毁了自己女儿 她打算一辈子都不原谅太阳 这让美玲很难过 她想对母亲说出事情 又怕母亲不让自己嫁给太阳 但让母亲这么误会太阳她又不好受 于是找到太阳 哭着告诉她可以不娶自己 太阳看着这样的美玲竟觉得有点可爱 她告诉美玲自己想与她结婚 太阳之所以想尽快结婚 是打算把子英生下的小孩扇到她户上 弟弟这么为自己着想子英很是感动 不过她不需要太阳这样做 美玲母亲想出钱买套房 让女儿结婚后搬出去担过 太阳外婆表示家里就太阳一个男丁 肯定不能搬出去住 母亲只能退而求其次 表示一定要给美玲买一个大赞件 外婆答应了她 外婆带着全部家党去询问赞件的价格 结果她的钱只能买一个小赞件 外婆只好把钱给了太阳 让她在天典给美玲买个赞件来 美玲得知此事后替太阳发愁 向母亲表示自己不需要赞件 母亲谴责她怎么这么傻 自日美玲找到太阳 说她想到个好办法 太阳说这样作假不行 美玲让太阳把买赞件的钱省下来 结婚后贴补家用 太阳被美玲说懂 承诺以后赚到钱后 给她买颗真的 她已与美玲因为结婚太感 未预约到凡西式婚礼的酒店 便举行了传统的婚礼 美玲母亲对此颇有为辞 美玲却高兴得不得了 两人办完典礼就出去度蜜月去了 泽英则与同事们告别 骗大家说自己要与英俊去美国进修 同事们一起聚餐给她送行 随后泽英来到英俊家 她想给英俊做炖家常饭 英俊高兴地表示泽英想了周到 两人到了美国后就再难吃到韩国料理了 英俊送紫英回去的路上 紫英一直默默流眼泪 等英俊把紫英送到家门口后 紫英哭着抱住英俊舍不得放手 英俊只当她要离开了舍不得家人才会这样 回去后 紫英写了封信给英俊 她让外婆等自己离开后交给英俊 次日 泰英不蜜月回来 给外婆行过礼之后 紫英就要走了 泰英本打算送她出去吩咐英俊几句 紫英却说不需要 卢自拉着行李离开了 年人刚做完子宫摘出手术 就向老公提出了离婚 尚明只当敏珠还在生气 怕敏珠见到自己烦心 在外面休息去做了一夜 敏珠则独自待在病房里哭泣 次日 敏珠外出活动 看到要生孩子的产妇与过道理玩耍的小孩 不由的心生羡慕 想到自己再也无法生育孩子 忍不住在病房里哭泣起来 尚明来接敏珠出院 敏珠让她先回家收拾下行李 她希望尚明能在自己回家前就搬出去 尚明只当她气还微笑 不想惹她生气 便顺着敏珠的意思搬回了父亲家 父亲得知敏珠不能生育后很是难过 她一直期待着抱孙子的梦就这样破碎 得知敏珠要与尚明离婚 父亲表示支持 她早就看不惯敏珠 尚明每天给敏珠送水花 还附带爱心小卡片 希望敏珠能尽快消气 继母觉得尚明对敏珠很好 劝敏珠不要意气勇士 夫妻要齐心协力度过生活的难关 不能动不动就提离婚 敏珠觉得尚明爱的是她的钱 况且自己不能生育 就算尚明能接受自己 尚明的父亲肯定也会烦死她的 她不想因为这是将来看尚明附近的脸色生活 继母劝她再想想 将来与她共度后半辈子是尚明 敏珠上班后 直接给尚明递了份离婚写一书 尚明接过来就生气的撕掉 她接受不了两人因为误会离婚 尚明表示她一直在等敏珠恢复离职 而不是因为自己理亏才从家里搬出 敏珠却说她已不爱尚明 尚明直接无话可说 气愤的转身离开 自日 尚明当上班就收到调职令 敏珠竟把她调到了远郊的滑雪场工作 这让尚明十分气愤 她质问敏珠为何这么做 敏珠表示两人离婚后 这样经常见面不好 尚明当即就说自己不干了 随后回家收拾了些衣服 就出去旅行散心 尚明走后 公司很多项目暂停 其他人根本没能力顶上 敏珠只得月出尚明 希望她尽快回去上班 尚明表示她愿意接受敏珠的调职 因为她觉得两人因为一些小误会分开 实在可惜 她希望敏珠能再仔细思考下离婚的事 英俊一直联系不到紫英 去紫英公司找她 却被告知紫英已经离职 英俊只好找到了紫英家里 外婆让她进来 把紫英留下的信交给了她 看过信后英俊十分生气 直接开车回到家里质问奶奶 奶奶给了英俊一耳光 英俊质问奶奶为何要反对他们 奶奶说她怎么能接受一个怀了别人孩子的女人 门外的贤知听到了这话 这才知道奶奶反对的原因 贤知论绝十分挫败 自己竟不如一个怀孕的女人 于是找到敏珠诉说内心的烦闷 紫英失踪后英俊都要发疯了 她接受不了紫英信赏提出的分手 于是到处打听紫英的下落 这天紫英好友告诉英俊 之前听紫英提过她要去春川 让英俊问下紫英外婆春川有没有亲戚 外婆自然不会告诉英俊 还劝英俊不要再找了 紫英就是为了躲她才选择的离开 这时泰英与美玲回来 得知姐姐躲起来后 泰英很是担心 英俊询问她家里有没有春川的亲戚或朋友 泰英说外婆有个姐妹在春川 她同年去过纸记的周围有个湖 英俊便开车前往春川 把有湖的地方都转了个遍 可哪会那么容易找到 她只好再次祈求外婆告诉她紫英的位置 外婆还是之前的态度 劝她尽快打消念头 不要再离家出走于奶奶怂气 奶奶等了几天都不见英俊回家 便找到英俊 让她搬回来住 英俊不愿回去住 她相信自己一定能找到紫英 罗音一想到姐姐独自躲在外面救难受 她突然想到外婆有个接号码的小本 于是偷翻外婆抽屉 找出了外婆亲戚的号码 随后打电话告诉了英俊 英俊直接就拨了过去 问起紫英在不在这里 对方却失口否认 她把情况告诉罗音 罗音又打电话过去 听出对方声音就是春川的奶奶 论定的告诉英俊号码没错 英俊便拖关系 从通讯公司问到了办理号码的地址 她开车找过去后 紫英正好外出 奶奶一口咬定这里没有一个叫紫英的人 英俊便一直等在门外 紫英回来后 看到英俊的车躲了起来 紫英一直站在不远处看着英俊 这个让她日夜相似的男人 她多么想上前抱住她 可理智告诉她不可以 英俊迟迟不见紫英 便去车离开 奶奶着急的出来迎接紫英 询问紫英该怎么办 看英俊的样子 不是轻易会放弃的人 紫英让奶奶打听下村里有没有空着的房子 她想搬过去躲躲 次日奶奶打问回来后 紫英收拾好东西要离开 英俊却出现在她面前 英俊让紫英跟她回去 紫英却说如果英俊再来找自己 她就躲到其他地方 所以请英俊别再来了 英俊质问她为何要如此折磨自己 紫英却说她与英俊在一起痛苦大于幸福 她不想受人指责 说她怀着别人的孩子 却厚着脸皮与英俊在一起 所以希望英俊能就此放手 英俊被紫英的这番话祈祷 直接转身就走 可车子没开出多久又这了回来 英俊上前一把抱住紫英 紫英哭着说英俊这样会让她活不下去 英俊回去后整日关九度日 这天敏珠找到英俊 询问她紫英为何不把孩子打掉 是不是还忘不了上明 英俊让她不要把自己当傻子 英俊说既然敏珠都要与上明离婚了 就让她不要把这事告诉上明 英俊想到她曾承诺紫英 把她肚里孩子当自己的看待 于是又开车来到春川找紫英 英俊不远千里赶来求复合 紫英却坚决要与她分手 英俊表示她不会轻易放弃 希望紫英不要再做这种互相折磨的事 为了逼英俊死心 紫英直接走进了湖里 英俊赶忙追进去拦她 紫英求英俊就此放手 这样下去两人只会更痛苦 英俊把紫英抱回岸上后 紫英让英俊放开她 就当是对自己最后的爱 英俊说她知道了 她会努力忘记紫英 紫英回去后躲在屋里哭得伤心欲绝 自日就病倒了 放弃一个深爱的人 让她痛不一声 奶奶一直联系不到英俊 便让物业的人开门闯进了英俊家里 看到英俊阴倒在床上 奶奶他人把她背回了家 就这样英俊住回了家里 尚明监督工程时不慎从楼上摔下 出院期间敏珠只去看了她一回 之后就请了护工照顾 尚明父亲对此很有意见 出院前一天 敏珠突然来看尚明 告诉她自己不打算与她离婚 她问尚明没有孩子也没关系嘛 尚明表示她不在乎这个 尚明出任后就搬回了家住 她让敏珠把过去的事忘掉 两人重新开始 这话给了敏珠相信的勇气 英俊还是不死心 再次找到紫英 问她自己能为她做的是不是只有放弃 紫英给她肯定回答后 英俊表示她会放弃 并让紫英照顾好自己 回去后英俊把自己灌得酶酶大醉 并告诉奶奶 她与紫英彻底分手了 这一切都拜奶奶所赐 几日后 紫英肚子终于大了起来 外婆带了自己缝制的被子枕头给紫英送去 秉珠与尚明则想法一致 想要收养个女儿 两人来到收养其狗商谈收养事项 英俊接受了奶奶的安排 与贤之就要订婚了 可她心里还是放不下紫英 时常看着紫英送她的钢笔发呆 并婚典礼上 英俊帮贤之戴戒指 抬起头时却把贤之看成了紫英 她多么希望这幻觉能变成现实 贤之父母要回美国前 英俊带他们去游览船上玩耍 又想起了紫英 紫英像可在英俊心里一般 随时随意无时无刻不再想她 这天英俊在路上看到一个大度的孕妇 瞬间又想到了紫英 她突然好想见紫英一面 哪怕远远地看一眼也行 于是直接开车去了春川 等她赶到时 正好赶上了紫英羊水破了药赶往医院 英俊上前抱起紫英 把她送往了医院 紫英痛得忽天患地 却依然坚决地让英俊快点离开 她不想与英俊有任何瓜葛 英俊一直守在外面为紫英与孩子祈祷 等到孩子出生后 她第一时间送了朵花给紫英 安抚她辛苦了 随后又娶了新生儿房看了眼孩子 自日一早 奶奶教育英俊婚后 可不能像昨晚医院回来那么晚 英俊默默应答 贤智在给英俊收拾衣服时 发现了医院的缴费单 住院人姓名竟是紫英 于是找到英俊 问她是不是一直都在与紫英见面 贤智觉得英俊肯定是知道紫英预产期 专门去看望紫英的 英俊表示紫英孩子早产了一个半月 这次遇见完全就是巧合 贤智终于认清 强扭的瓜不甜 即便奶奶支持她 可英俊的心不在她身上 自己守着这副皮囊又有何用 于是回去告诉奶奶 她打算回美国 以后再也不回来了 奶奶询问她原因 贤智说她努力过 可英俊还是无法忘记紫英 这次不管奶奶怎么劝她 她还是坚决要放弃 随后就从英俊家搬了出去 紫英人先出院了 孩子却要留在医院观察几天 这天紫英来到医院看孩子 却看到英俊站在那里端向着孩子 紫英让英俊不要再这样 两人明明已经说好不再见面 英俊告诉她 英俊向紫英承诺她不会再来 英俊回到家后 奶奶质问她为何还要去见紫英 现在把贤智都起走了 奶奶让她去把贤智追回来 英俊却忍着责骂不肯行动 贤智临走前与敏珠道别 她告诉敏珠自己决定放弃 敏珠询问她原因 从贤智口里得知了紫英在春川浮游医院 生了个男孩的事情 随后敏珠来到医院 想看下紫英的孩子 护士告诉她孩子已经出院 于是从医院问到紫英的住址 前来看望紫英 紫英看到敏珠后有些意外 敏珠不明白紫英为何要质疑生下孩子 没有孩子的话 英俊奶奶肯定同意让他们在一起 紫英让敏珠不要担心 这个孩子只是她自己的 她告诉敏珠当时 尚明要亲眼看着她打掉孩子 是自己私下作假骗过了她 所以尚明完全不知道 这个孩子的存在 听到这些的敏珠竟有些欣慰 自己已不能生育 这样尚明也算是有后了 英俊帮紫英儿子买了婴儿床 怕紫英会拒绝 袁熙太英让她以她的名义送出 可美玲却在逗孩子完时 一时嘴漏说出了实情 紫英为此很是生气 找到英俊让她不要在意各种名义照顾自己 她只想过平静的生活 紫英希望英俊不要再打扰她了 英俊让紫英把婴儿床当作朋友送的礼物就行 紫英不知该说什么好 放下英俊帮她缴纳的住院费就要离开 英俊拿着钱追了上去 让紫英不要用这种方式侮辱她 我们的英俊只能借酒小仇 紫英的画像跟利剑扎得她心痛 回家后 奶奶劝她重新找个结婚对象 别再惦记紫英了 英俊说那她就打一辈子光棍 紫英为了于过去道别 特意换了个新发型 回去后紫英告诉大家 她已经给儿子取好名字 叫志明 大家都觉得这名字不错 明珠与上明去看望上明父亲 顺便告诉他两人想领养孩子的事 父亲表示坚决反对 他觉得养一个没有血人关系的孩子 将来问题会很多 可明珠心意已决 周末他们就去了领养机构看孩子 见到孩子那刻 明珠竟有些激动 不由自主地想要流泪 领养机构的人见他们这么爱孩子 也就放心把孩子交给他们 不过他让两人再回去考虑一周 没有问题的话 下周就可以带走孩子 明珠刚离开就有些思念孩子 一周一过两人迫不及待的把孩子带回了家 上明已经帮孩子取好了名字 叫于娜 明珠觉得这名字不错 为了能让父亲接受这个孩子 上明特意邀请父亲来家里吃饭 父亲看到孩子那刻 嘴上说着接受不了 却又担心他们照顾不好孩子 奶奶为了让英俊尽快结婚 骗着英俊给他安排了长相亲 见面后英俊直接表明他有一个放不下的女人 不打算结婚英俊经常会躲在紫英回家 必经的路口看紫英 他整余昏昏沉沉 除去紫英对任何事都提不起兴趣 这天英俊突然来到紫英家 说有事要与他说 出去前却想先抱下紫英儿子 随后两人来到外面 英俊告诉紫英 他要去孟加拉国做自愿者 给孩子打疫苗时 正好遇见同样来给孩子打疫苗的明珠 两人刚打过招呼 就看到上明正往这边走 顶珠让紫英赶快躲起来 外国不明所以然的被紫英推到了角落 随后紫英告诉他 刚刚那女人就是上明的老婆 外婆感慨两家孽园还真不浅 这次相遇让紫英与顶珠都心有余悸 为此顶珠专门打电话给紫英 为了避免两人再遇到 他让紫英以后不要再去那个医院 紫英巴不得与他们永不相见 可缘分之时岂是个人能左右 这天紫英购物时遇见上明 两人简单问候后本要分开 上明却又返回想请紫英喝杯茶 得知紫英已与英俊分手 上明竟为他觉得可惜 还劝紫英不应该放走一个这么好的男人 紫英实在是不好说出两人分手的原因 这是服务员走过 不小心提了下上明脚下袋子 就自然地把袋子放到了椅子上 上明回去后 才发现要给敏珠买的育儿书 变成了婴儿的袜子 敏珠问他怎么没买书 上明借口忘记了 可这袜子怎么看也像是小男孩穿的 上明只好称自己看到好看没多想就买了 紫英回去路上发现袜子变成了书也很紧张 不过上明打来电话 猜他是买来送朋友的 这让紫英悬着的心放了下来 英俊为了忘记紫英 打算去贫困国家做三年自愿者 最近他一直在讨好奶奶奶奶让他别卖关子 有啥直说出来 得知英俊要去做自愿者 奶奶觉得挺好 就当出去散心 可一听竟是要去三年 果断提出了反对 奶奶对英俊太失望了 为了一个女人竟然这样折磨自己 为了阻止英俊 奶奶叫来敏珠帮忙 得知英俊要做自愿者的事 敏珠很是震惊 可不管他怎么劝说 英俊还是一心要去 敏珠只好找到紫英让他帮忙劝说 可紫英却觉得这是英俊的意愿 他不想干预 敏珠觉得紫英太过自私 晚上心情郁闷的紫英找好友陪他喝酒 好友趁紫英去卫生间的期间 打电话联系了英俊 紫英看到英俊后心更痛了 他为英俊自己有那么伟大吗 竟能改变英俊的人生 英俊说他的人生没有紫英的话 剩下的只有痛苦 紫英这话刻进了英俊心里 临出发前 他一直想着紫英这句话 最终决定不去了 英俊回去找到紫英告诉他 就这样两人以朋友关系相处了五年 五年后英俊陪紫英儿子一起过儿童节 三人亲密的在门口拍了照 奶奶时常追英俊相亲 英俊说他打算一辈子不结婚 就与紫英维持这种关系相处下去 这天尚明与敏珠因为公司资金问题来找奶奶 尚明从地上捡起了三人的照片 他好奇中间那个孩子是谁 好奇的敏珠拿过照片 探后大惊失色 奶奶从敏珠手里抢过照片 转移话题询问两人找他干嘛 回去后尚明满脑子都是疑惑 正好趁着工作上的时来找英俊 闲聊时问起英俊孩子的身份 英俊解释说是自己的侄子 尚明这才放下心来 隔天紫英带着儿子与英俊去游乐园玩耍 期间英俊带着志明去卫生间 正好语出来的尚明相遇 两人相互打招呼后 英俊专门向尚明介绍了身边的志明 尚明不知自己怎么了 看着眼前的孩子总觉得十分喜欢 英俊回去后 把遇见尚明的事告诉了紫英 紫英好怕孩子的身份曝光 尚明父亲再婚 请了之前敏珠帮她过的保姆赵女士 两人度蜜玉回来 发现家里竟没人迎接她们 父亲打电话给敏珠 才得知敏珠弄错了她们回来的时间 敏珠想约两人出去吃饭 赵女士抢过电话 以婆婆身份自居 让敏珠亲自过来下厨 敏珠过来想二老道歉 诚恳地请两人出去吃饭 赵女士不依不饶觉得敏珠做儿媳几不合格 之前她当保姆时就没见敏珠来看过几次公共 她打算从现在起好好教敏珠做事 敏珠头都大了 回去后向静姆抱怨 之前尚明父亲就让她觉得头痛 她本以为结婚后会好点 没想到来了个更不好对付的 静姆说赵女士算是她的婆婆 按习俗要求她这样做没错 和敏珠每天都要上班 哪有时间听她那些规矩 况且自己给她们新买了房子 每个月还给她们那么多生活费 敏珠觉得自己做得已够好了 静姆劝她以后多去看看公共 这天尚明父亲给云娜挑选玩具 听到有个小孩呼叫妈妈 转头静看见了紫英 她上前与紫英打招呼 询问紫英有没有结婚 志明就站在自己身旁 还叫着她妈妈 紫英只好谎称自己已经结婚 看到紫英现在过得幸福 尚明父亲心里也很欣慰 等她走后 紫英赶忙叫出了英俊 她害怕尚明父亲起义 只要她一打听 就会知道自己没有结婚 这只像柯定石炸弹 埋在了紫英心中 父亲来到尚明家后 张女士对敏珠又是一顿教导 还要求敏珠以后改口叫她妈妈 这不免让敏珠心声厌恶 可碍于这份关系 她又不好发飙 只好如实说出自己叫不出口 尚明父亲承她们聊天见戏 叫住尚明想与她喝点酒 父亲说起今天遇见紫英的事 尚明觉得不可能 她没听说过紫英结婚 怎么可能还有小孩 父亲说紫英亲口告诉她自己结婚了 尚明突然想到她之前看到的照片 难道那孩子是英俊的 但孩子说她五岁 年龄上根本不符 尚明怎么想都觉得这其中有奇巧 尚明怎么也想不到 她逼着让紫英打掉的孩子 现在活蹦乱跳的站在她面前 就在昨天 罗英带着智敏与男友齐勋一起出去游玩 罗英临时接到电话 昨天配送的婚纱送错了款式 只好咱先把智敏交给齐勋照看 齐勋带着智敏感觉实在无聊 于是便把智敏带回了家 咳嗽巧的是尚明父亲正好是齐勋的房东 人本说要出门的两人却意外的还在家里 齐勋让智敏与两人打过招呼后 旁边的赵女士觉得智敏眼熟 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 尚明父亲正在想起来 齐勋顿感不妙 想带着智敏离开 尚明父亲却突然问他孩子妈妈是不是叫紫英 清楚两家关系的齐勋谎 趁他不知道 尚明父亲又转向智敏问他妈妈叫什么 单纯的智敏说出了妈妈的名字 旁边的齐勋紧张坏了 趁他有事要带智敏离开 尚明父亲却把孩子拉到他腿上 询问智敏今年多大 得知他五岁后 尚明父亲左思右想觉得这孩子与尚明有关 正是闹得尚明父亲一晚上都睡不着 为了弄清真相 他直接联系了紫英 紫英没想到这天来的这么快 尚明父亲认为如果孩子五岁的话 肯定就是尚明的亲儿子 紫英想到尚明父亲一直都对他很好 便想他说出实情 得知真相的老人又惊又喜 这下他们家算是有后了 紫英说孩子一出生 他就担心发生这样的事 他希望尚明父亲不要把这是告诉尚明 可他离开后就联系了尚明 让尚明马上见他一面 尚明有点不敢相信 他明明亲自监督紫英进的大胎室 父亲怂恿尚明赶快把孩子户口弄到他们家名下 尚明想不明白紫英为何要生下这孩子 他想找紫英问问 到了紫英家门口却又没脸进去 只好默默地离开 自日 尚明早早来到紫英家路口 看到外婆带着知明去上学 尚明悄悄地蹲在他们后面 一直站在幼儿园门口观察着知明 看到知明摔倒后 他赶忙上前扶起了知明 尚明就这样一直远远地观看着知明 父亲却打了电话 询问他有没有去看孩子 尚明让他不要管 自己会看着办 父亲却命令他赶快去看孩子 然后把孩子弄回来 尚明不明白自己当年看着紫英进的大态势 这孩子怎么还会存在 紫英不愿向他解释 只是强调孩子是他自己的与尚明无关 这只上多了个自己的亲身骨肉 怎么能让尚明无动于衷 况且他父亲已经知道孩子的存在 他老婆迟早也会知道 紫英拜托尚明忘记这件事 重新回到原本的生活 尚明问他是不是就因为这事 英俊奶奶才反对他与英俊在一起 想到紫英当时抛下自尊求英俊奶奶的样子 尚明想不明白他怎么能做出这种损人不利己的事 紫英被尚明的这句话惹脑 甩下一句你当这时没发生过气氛的离开 心情郁闷的紫英朝来英俊陪他散心 他担心尚明会与自己抢孩子 按他们国家的法律只要尚明提起诉讼 致敏的呼救得上到尚明名下 这简直是毫无人性的法律 英俊安慰他不要多想 尚明也许并不想要这个孩子 尚明父亲询问尚明这件事打算怎么办 父亲却毫不讲理 他只想把孙子落到自己户上 见尚明犹豫着不应答 父亲说这事就由他去做 他认为把致敏带回来后对紫英也好 那样紫英就可以无牵挂的嫁人 尚明在心里给父亲翻了个白眼 紫英怎么可能为了嫁人放弃致敏 那样就不会有致敏的出生 而且这时敏珠知道后他怎么能受得了 父亲说受不了就离婚 尚明不敢相信父亲会变得这么不讲理 紫英外婆把放学的致敏接回家 却看到尚明父亲正在家里等他 尚明父亲上前就要抱致敏 外婆紧张地让美玲先带着致敏出去玩 尚明父亲先是为儿子之前做的缺德式道歉 随后提出想把致敏上到他们户上 外婆让他想都不要想 两人为了这事吵得不可开交 这是从美玲那里得到消息的紫英赶回了家 尚明父亲又向紫英祖苦 尚明老婆不能生育 他们家以后就致敏一个后人 接回去肯定把他当宝贝对待 紫英气愤他说的是什么道理 就因为自己还能再生 就要把孩子还给他们 这简直就是强盗思维 太阴知道尚明家想抢回致敏后 找到尚明告诉他姐姐这几年代致敏收了很多骨 他要是还有良心就不要再让父亲过来抢孩子 不然自己饶不了他 听到这些的尚明直接去了父亲家 他告诉父亲 这是他和紫英之间的事 现在他不想打扰紫英的生活 请求父亲以后也不要再去了 父亲却觉得家里无后会让列祖列宗蒙羞 他说什么也要把这孩子抢回来 见尚明不站自己这边 父亲只好自己采取行动 他来到知名幼儿园 于老师说他是知名亲爷爷 老师也没有联系紫英和队 就让他带走了孩子 尚明父亲出来后给紫英打电话 说孩子他先接回家去了 得知消息的紫英很是气愤 他从罗英那里问到尚明父亲逼职后 就赶忙赶了过去 可知名已被尚明带去商场 他只好又跑到商场找知名 看到尚明拿克 紫英直接上前给了他一耳光 随后拉着知名要离开 无辜的知名还想去接尚明手里的玩具 却被妈妈强硬的拉走 路上紫英一直训斥知名 怎么可以随便跟着别人走 又晓得知名清楚自己犯错 忍好了妈妈 坐在后排默默的抹眼泪 回去后外婆担心的问紫英 要不要给知名换个幼儿园 紫英觉得没必要 换了他们迟早也会查到 紫英担心尚明父亲还会再来抢孩子 叫出尚明 希望他们劝阻父亲不要再出现在知名面前 尚明对父亲的行为也很厌恶 承诺紫英他回去会劝父亲 尚明始终担心这是被敏珠知道 埋怨紫英不该私自生下孩子 紫英见他这么怕老婆 便告诉他孩子出生后 敏珠就知道了真相 尚明有些难以相信 因敏珠的性格他如何能忍这么久 敏珠一整天都找不到尚明很是生气 正好这时尚明外出回来 他把敏珠叫到天台 质问他明明知道真相为何要瞒他这么久 敏珠表示尚明如果要把那个孩子接过来 自己就与他离婚 尚明表示他的孩子只有遇难一人 他不会有这种想法 尚明父亲在此去幼儿园接志明时 志明一直不理他也不愿跟他走 这让他很是生气 肯定是紫英对孩子说了些什么才会这样 郁闷的他直接找到紫英 质问他怎么可以这样教孩子 他可是志明亲爷爷 紫英再次强调志明是他自己的 与他们无关 尚明父亲被这话祈祷 既然这样他只好用法律手段抢挥之命 英俊奶奶给英俊安排了相亲 英俊却没去 这让奶奶很是生气 直接让人把英俊的行李扔了出去 英俊求着庸人开门后 进去讨好奶奶 他现在一个人生活得也很幸福 请求奶奶不要再给他安排相亲对象 次日奶奶看着英俊与紫英的照片 陷入了沉思 没想到两人竟坚持了这么久 奶奶打算找英俊聊聊 到了英俊公司楼下 却看到他在这紫英与志明正要离开 奶奶让司机跟了上去 三人相处的画面温馨和沐嫣然就是一家人 回去后三人温馨的画面一直在奶奶脑海里浮现 随后奶奶联系了许久未见的紫英 她告诉紫英 紫英激动得不知该说什么好 一个劲地感谢奶奶 奶奶告诉紫英这时还没对英俊说 就由紫英专门告诉她吧 紫英来到江边平复着激动的心情 随后联系英俊 说有一件事必须当面与她说 英俊听着紫英的抽气声 以为出什么事了 赶忙来到了江边 见到紫英独自站在那里抹眼泪 英俊着急地问她发生了什么 紫英却一把抱住了英俊 随后她无比激动地告诉英俊 英俊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他们终于等到了这天 一经坎坷的两人终于在一起了 英俊再也不想压抑内心的感情 直接倾向了紫英 两人像热恋男女一样依偎在一起舍不得分开 紫英回去后就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家人 全家人都跟着她激动 为养人能守地迎开监狱迷而高兴 英俊回去后激动地抱着奶奶转圈 她给奶奶行了个大礼 感谢奶奶能成全他们 紫英刚回到房间 英俊就打来了电话 她实在太激动了 一点睡意也没有 紫英也是这样 两人拟弄弄地包了一晚上电话粥 自日一早 英俊奶奶就接到了紫英外婆的电话 两人都很激动 就因为英俊与紫英的事 曾经要好的他们已多年未联系 许久未见的两姐妹紧握着彼此的双手 聊达着这几年的相似 两人正去着旧 美玲带着芝米回来了 看到芝米如此机灵可爱 奶奶喜欢的不得了 小家伙以后就是他们家的人了 想想就让人高兴 英俊一早就来接紫英 开着车把他载到了很远的一座教堂 英俊想在这里向紫英求婚 让神做他们爱的证婚人 随后英俊掏出戒指袋在紫英手上 尚明父亲拿了份文件给尚明 只要他在上面盖个章 致敏的户就可以迁到他们家 尚明告诉父亲他们没资格这么做 致敏是紫英一个人的 他希望父亲以后不要再去打扰他们 父亲气得真想给尚明一下 见尚明这里行不通 父亲便找到明珠 希望他能帮忙劝说下尚明 敏珠直接表明自己的态度 如果尚明敢把孩子弄到他们户上 他立马就与尚明离婚 敏珠表示他的孩子只有于那一人 请父亲不要再把事情弄复杂了 英俊带着紫英与智敏一起回家见奶奶 正好敏珠刚拜访完奶奶出来 他已从奶奶那里听说了两人要结婚的事 恭喜了两人 敏珠回去后就把这事告诉了尚明 听到紫英要结婚了 尚明竟莫名的有些生气 父亲再次来找尚明 他也听说了紫英要结婚的事 许尚明尽快把志明户口迁到他们家 他不想自己的孙子叫别人爸爸 尚明想到志明以后要叫别人爸爸就难受 曾坚持不认志明的想法在此刻开始动摇 他请求敏珠把志明的户上到他们名下 敏珠说英俊对志明很好 把他当亲生儿子看待 这对志明来说不是好事吗 尚明觉得此因单身时 孩子是他一人的 他确实没权利去抢 但现在他不把志明护迁过来 志明就会成为英俊的孩子 他接受不了 敏珠觉得尚明这样太过自私 他这么做能得到什么 就不能为志明想想 志明现在需要的是一个能给他父爱的人 而不是一个挂名父亲 尚明才不会想这些 他只清楚自己接受不了儿子 忍别人做爸爸 敏珠问他如果自己不同意 他是不是就会放弃这个想法 尚明沉默着不回答 敏珠已经得到了答案 子英担心他与英俊结婚的事志明接受不了 告诉英俊志明可能没办法把他当爸爸看 让他做好心理准备 英俊表示他会努力争取志明的认可 回去后 子英试探性的与志明说起自己要结婚的事 问志明喜不喜欢英俊 听到这话的子英很是激动 这比他想象中简单好多 次日吃饭时 志明告诉大家 子英见到英俊后就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他 英俊高兴极了 这样他就可以堂堂正正当志明的爸爸了 可养人还没高兴多久 上明父亲就给了紫衣一笔钱 子英感觉他是在羞辱自己 气愤的直接走掉 上明父亲回到家后 赵女士看到信封里的钱 觉得这钱怎么也得上明出 于是打电话给上明 确是敏珠接起了电话 敏珠都要气疯了 现在不单是想把志明户口签过来 还要带回来养 他们有没有考虑过他的感受 上明说带过来只是父亲的意思 随后上明悄悄来看志明 志明一眼就认出他是英俊叔叔的朋友 主动与上明打招呼 还回答了上明很多问题 上明越看志明越觉得可爱 这更坚定了他要把志明户签过来的想法 上明回去后求敏珠能包容他一次 敏珠觉得他简直就是个骗子 之前还说他的孩子只有云娜一人 敏珠表示自己绝对不会同意 英俊打算把志明户签到自己名下 咨询了律师朋友才知道 以他们国家现在的法律 四生子可以跟母亲性 但生父提出改姓后 孩子只能上在生父户籍上 即使英俊与子英结婚了 孩子也不能跟着他性 法律上也不是他的孩子 这让英俊很是沮丧 他找到子英向他诉苦 两人都没想到他们国家的法律 竟如此不公平 只能祈祷上明不要把志明的户签走 当初是他闲着的孩子爱言非逼着自己打胎 现在又有什么脸面来要孩子 上面仗着法律只保护男性的权益 理直气壮的觉得自己这样做无可厚非 子英被他的无耻行为气的运了过去 英俊接着醒来的子英回家 路上子英发愁他该怎么办 志明户口被牵走后 在法律上就与他没关系了 这让他怎么接受 英俊劝他想开点 最起码他们现在还夺不走志明的抚养权 英俊虽这么安慰子英 其实心里与子英一样难过 送子英回去后 英俊找到尚明 询问他是不是因为自己要与子英结婚 才动了要把志明户口签过去的想法 尚明说有这个因素在 尚明咬定不把志明户口签过来 大家会把志明当私生子 肯定会被人看不起 自私的人总能给自己找到千万种理由 子英告诉英俊他不想结婚了 志明对他来说太重要了 两人想法不谋而合 英俊自然明白子英的迫不得已 英俊去咨询律师朋友 朋友告诉他对方需要先做亲子认定 才能千呼 英俊除非先做了亲子认定 才能成为孩子的父亲 不过这样做是违法的 对方起诉他的话一切都会作废 尽管这个方法冒险英俊还是想试试 他期望上明打消现在的念头 或者给自己争取点时间 说不定再过几个月户击法就被修改了 抱着这样的想法 英俊申请了亲子认定 出来时正好敏珠找他 英俊告诉敏珠 上明已联系了子英说要把孩子户口牵走 敏珠没想到上明这么无视自己 他还没同意 上明就着手办理了 简直是不把自己与女儿放在眼里 敏珠告诉英俊 如果上明真这样做了 自己肯定要与他离婚 英俊请敏珠回去劝劝上明 不要连累大家跟他一起受罪 子英找到上明告诉他 上明说他已经听英俊说了 现在即便他们不结婚自己也不会改变想法 他受不了让自己亲儿子成为私生子 子英认为志明需要的是爱 并不是一个信使 不管子英怎么劝他 上明依然不愿做任何让步 子英被他气得不行 对着江边嚎啕大哭 他怎么会遇上这么不尽人情的渣男 敏珠回去劝上明趁早死了这条心 这次他是不会妥协的 上明不明白敏珠为何这么坚持 不就是户口本上做一个人的事 就不能谅解下自己 敏珠说他再提这是两人求离婚 英俊把他先申请下来的亲子认定拿给子英看 他想与子英如期结婚 申请下这份亲子认定已是他们能做的最大努力 与其整日忧心忡忡 不如学着接受这个事实 最起码两人还有抚养权 能一直陪在殖民身边 男人瞒着老婆准备把私生子的户 牵到自己名下 却收到法院通知儿子户口已被英俊牵走 上明十分气愤 念叨着英俊坐得太过久冲了出去 敏珠疑惑上明收到了什么 这么晚了还要出去 他联系上明 上明却一直不接电话 无端的猜疑让敏珠坐立不安 于是便打给了英俊 英俊说他正要去见上明 他猜测上明却申请了亲子认定 肯定知道了志明现在在自己户上 上明见到英俊后就给了他一拳 英俊也不甘示弱直接还接了回去 两人你一拳我一拳打得不可开交 冷静下来后 上明质问英俊凭什么把自己儿子上到他的户上 英俊知道这是犯法的 虽然希望渺茫 他还是想阻止志明的户落在上明户上 上明一点也不顾及两人的情分 直接表明他会去法院起诉 敏珠快要气疯了 自己的反对非但未得到上明的重视 竟想瞒着自己来个先斩后走 上明第二天醒来 发现敏珠已把他的行李打包好 看到敏珠还在于娜房间睡觉 上明没去打扰他 先去上班了 敏珠醒来后告诉继母 还要与上明离婚 继母没想到上明竟说话不算数 前段时间他还向自己承诺 绝不会把那孩子上到他们户上 继母劝敏珠好好想想 千万别意气用事 敏珠上班后 询问上明是不是即使两人离婚 他也要把孩子的户签过来 上明认为自己又不是要把孩子领回来养 只是户口上在他们面下 他相信终有一天敏珠能理解他 敏珠把提前准备好的离婚文件递给上明 上明接过文件直接撕毁 他以为只要自己强撑着不离婚 敏珠迟早会向他妥协 随后就找到律师 让他着手起诉的是 上明回到家后 敏珠又拿了份离婚协议书让他签字 上明不仅没安慰敏珠 还觉得敏珠这是在无理取闹 明明是他不信守承诺 现在却把自己说成想心眼的人 敏珠不想与他过多争执 带着于娜玩出散心 期间于娜一直哭着要找爸爸 让敏珠很是头痛 他不敢想象真的与上明离婚后 于娜要怎么办 紫英与英俊一直在准备结婚的事情 两人每天带着志明一起出去玩耍 嫣然是温馨幸福的一家人 可这天英俊突然收到法院的传票 上明还是毫不留情的起诉了他 紫英看到文件后很是生气 英俊安慰他案子还有两个月才能判下来 最起码这段时间志明还是他们的儿子 英俊回去后把这是告诉了奶奶 他以前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 随后奶奶找到上明 劝他不要这么做 硬向他承诺英俊肯定会像亲儿子一样对待之谜 上明根本听不进去任何人的诀解 自私的他但凡认定一件事 从来不会顾及任何人的感受 敏珠回来后看到法院寄来的文件 上明还是全然没有考虑过他 自己都闹这么凶了他还不收脸 这让敏珠十分生气 等上明回来后 敏珠怒吼着让上明赶快搬出去 上明却不听他的把箱子里的衣服都拿了出来 敏珠不顾静母挽留 提着行李离开了家 两人拉锯站持续上演 都在等着对方先向自己妥协 为了让他撤销起诉不予自己抢儿子 静跪下来求他 绝境的上明岂会被遮点人情左右 站起来直接转身就走 独留子英待在原地默默流泪 英俊找到子英 他打算再去找上明求情 子英让他不要去了 自己跪下求他 他都无动于衷 两人想破脑袋也没想出 还有什么办法能阻止上明把志敏的户牵走 英俊向子英承诺 虽然志敏成不了他的儿子 但他会努力让上明过得幸福 上明父亲来看志敏 子英不想让志敏与他接触 让志敏先进了家 上明父亲觉得子英不尽人情 亲子认定下来后他随时都可以见 现在见下又有什么关系 子英不想理他直接回了家 没想到隔天他又找到了子英公司 想劝子英让他见下志敏 子英让他赶快离开 上明父亲嚷嚷着不让他见 他就告报法院 志敏去小朋友家里给他过生日 美玲去接他时 对方家长却说志敏已经走了 美玲回到家发现志敏还没回来 一下就慌了 他赶紧通知了子英 大家在家附近找了一圈也不见志敏身影 子英想到了上明父亲 打电话问是不是他带走了志敏 上明父亲一天待在家根本就没出门 子英又打电话给上明 上明得知志敏失踪后很是着急 不过接下来要开的会议 招呼也没打就跑了出去 最终还是上明在地下通道口找到了志敏 上明把找到志敏的消息告诉了子英 他背着吓坏的志敏 教育他以后不能跟着消毒车乱跑 子英抱着找回的志敏激动的大哭 英俊对上明表示感谢 上明说志敏的事就是他的事 劝他们以后看好点孩子 等上明回到公司后 明珠正在他办公室等他 见到上明就给了他一耳光 质问他究竟是什么事让他扔下重要的会议 招呼也不打就离开了 上明告诉他孩子丢了 他去帮忙寻找 余娜哭着要找妈妈 上明让司机把余娜带到了公司 明珠看到余娜后很高兴 打算与他一起吃晚饭 余娜却想让爸爸也一起去 三人久违地坐在一起 余娜不停地讨好敏珠 希望敏珠能跟着他们一起回家 算后敏珠让余娜跟着上明回家 余娜哭着不肯让妈妈走 敏珠不忍心坐下来安慰余娜 上明问敏珠这几天都住在哪里 得知敏珠住在宾馆后 上明劝他尽快回家 余娜天天哭着找他很是可怜 敏珠说上明放弃把志敏胡牵过来 他就回去 上明还是希望敏珠能理解他 敏珠放下余娜 哭着离开了 次日 上明上班后收到了敏珠的邮件 敏珠说他昨晚回去后一直无法入睡 他想了很多与上明的过去 最终向上明提出 敏珠觉得这几年不管家庭还是失业 他都太依靠上明了 现在是时候找回自我了 上明拿余娜所借口 他还那么想 两人要离婚了余娜怎么办 跟敏珠心意已决 认上明有再多的理由 他也听不进去 上明见敏珠如此坚决 打算先让一步 他从家里搬出去 让敏珠搬回去住 上明带着行李来到父亲家 得知敏珠要与他离婚 父亲数落敏珠太不懂事 自己不能生育 老公只是要把儿子的护签过来 他就闹着要离婚 简直是不像话 父亲劝上明与他离 到时候敏珠肯定会哭着求他回去 上明让父亲不要插手他的事情 旁边听到这些的赵女士可坐不住了 敏珠三三五次不把自己放在眼里 现在竟敢不与自己商量直接提出离婚 气愤的赵女士找到敏珠家里 道歉他女人离婚还带着孩子回生活得很辛苦 趁着上明现在还不想与他离婚 他却敏珠赶快去把上明叫回来 敏珠不想多与他说话 借口公司有时就先离开了 当与婆婆见过 随后公公又找上了敏珠 与婆婆相同的是 两人都没站在敏珠角度为敏珠想想 一味地谴责敏珠不够大气 敏珠也不了解他们一家人的想法 孩子那边不愿意认他们 自己也不同意 他们为何还要不顾及这么多人的感受 就专注地想着他们家不能无后的事 两人鸡同鸭讲 一句也聊不到一起 最终还是不欢而散 另一边的子英与英俊状况却与他们相反 马上要结婚的两人 甜蜜地在一起挑选着婚纱 还给智敏也选了套小西装 之后三人又一起拍了大头贴 智敏回去后就将三人的照片贴在他的小书包上 逢人就拿出来炫耀自己现在有爸爸了 英俊的朋友来到子英家送菜里 按他们的风俗敲锣打鼓地在子英家附近吆喝着卖菜里 子英家人听到后赶快拿着提前准备好的钱出去迎接 瑞芳可没那么好对付 一张钱走一步 子英家人连哄大拉地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才把他们请到了家里 这边缓缓洗洗毫不热闹 另一边上明家却还围在一起谴责明珠 他们痴心妄想地等着明珠先妥协过来求上明 可次日明珠见到上明后 就让他抽个时间 两人去办下离婚手续 为了断的干净点 明珠让上明尽快把自称递上来 英俊给子英准备了场盛大的婚礼 让子英成为了最幸福的女人 两个善良的人终于如愿走到了一起 另一边上明收拾着东西 即将从公司离职 明珠与英俊子英到喜后 就回到了公司 上明前来与明珠做交接工作 上明走之前请求明珠 让他继续为云纳靖父亲的责任 看着上明离开的背影 明珠忍不住泪流满面 这个自己曾不顾一切要与他在一起的人 终还是成为了自己不得不放下的伤痛 子英正与英俊一起度蜜月 两人你懵我弄 一路都是粉红的泡泡 另一边上明回去拿衣服时 于娜抱着他哭得撕心裂肺 舍不得让他离开 糟心的上明刚回到家 父亲就随问志明户口的事 上明告诉他现在还在起诉英俊 过几天就能出结果了 随后上明与父亲说了他要离婚的事 表明已从明珠公司离职 父亲不解明珠为何如此任性 奉劝上明这次不能妥协 一定要给他点颜色看看 不然他以后还会这么折腾 上明为了缓解郁门选择了外出旅行 他似乎还在期待明珠能回心转意 可却接到明珠电话 让他周一去办理离婚手续 羁押许久的情绪在此刻爆发 上明躲在无人的角落抽气 向来都不顾及别人感受过他 第一次体会到了不如愿的无奈 子英与英俊怒逆月回来 两人分别给外婆与奶奶行了大礼 看着终于修成正果的夫妻俩 两位老人都无比欣慰 上明与缓珠在离婚文件上签了字 工作人员接受文件后 让他们下午再过来办理 两人一起吃了午饭 上明问缓珠会不会后悔 下午工作人员再次向两人确认 是否已考虑清楚要离婚 缓珠直接回答了事 上明却犹豫了很久才回复 出来告别后 上明再次主动为缓珠打开了车门 缓珠礼貌地向他道谢 上明看着缓珠远去的身影 内心充满了惆怅 曾经两人也热烈过幸福过 没想到却以这种结局收场 上明喝得酩酊大醉地回到了家 父亲看他这个样子很是担忧 打电话则问缓珠要闹到什么时候 缓珠告诉他两人已经办理了离婚 父亲没想到缓珠这次来真的 诈骂缓珠一个不能生育的女人 有什么资格与他儿子离婚 缓珠直接挂断了电话 赵女士得知此事野火猫三长 自日就找到明珠 谴责他怎么可以把为他卖命多年的老公 毫不留情地踢出家门 明珠直接问他想要什么 明珠问他是不是上明让他来的 赵女士表示这是自己的想法 随后他问明珠要了一亿的补偿费 明珠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 赵女士回去后把这事告诉上明父亲 却被嫌弃他要的太少 以明珠的身价最起码也要无意打底 上明得知此事后谴责了二人 随后联系明珠把钱还给了他 紫英带着志明要去英俊家住了 外婆舍不得他们 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紫英第一次走进英俊房间 这里以后就是他们两人的房间了 英俊让紫英坐在摇摇椅上 说会这样一直扶着他指导白头 离婚后的上明本可以毫无顾忌地 把志明的护签过来 可他却最终决定要放弃 原来就在前几天 刚入执行公司的上明案例去做身体检查 医生发现上明有几个指标不正常 建议他做下全身检查 这一检查就查出了上明身患肝癌 还是晚期 这一切对上明来说太过突然 他怎么也想不明白刚过三十的自己 怎么会患上这种重病 而且身体一点病重的迹象也没有 身为高中同学的医生 劝上明赶快入院治疗 上明不想自己仅剩不多的人生在病房中度过 他还有很多想做的事没做 上明开始大量查阅资料 试图找到救自己的方法 可越判心越发凉 他不想自己的人生就这样落母 接受不了这个事实的上明灌酒麻痹自己 最久后来当明珠家 未经岳母同意纠上了楼 看到明珠后就抱了上去 明珠不留情面地推开了他 一向沉着冷静的他怎么会变成现在这样 上明不顾明珠脸色 来到床前看余娜 一个大男人竟控制不住哭了出来 明珠看到他这样寄生气油心筒 上明要走时 发现明珠已将两人结婚照全部摘下 换成了油画 不经悲从心来 这个家就这样被自己折腾没了 回到家的上明 他在床上嚎啕大哭 医生打电话催上明尽快入院 上明急不情愿地来到医院 医生劝他不要消极赶快住院 上明只为医生难道住院这病就能治好 听到这话的上明彻底傻了 他想过自己会去世 但没想到这么快 尽管这样上明还是坚持不愿住院 他想把所剩无几的人生 按自己的想法生活 活得更精彩充实 上明更全身心地投入工作 虽然他当上班没多久 还是打算把手上这个项目做好再离开 父亲一直催着上明去办理知名的亲子院定 上明借口工作忙一直推脱 上明不敢想父亲得知自己生病后 该有多么难受 现在他已经动摇 不想把知名的护签过来了 不知父亲能不能接受他这个决定 上明接着余娜一起去了游乐园玩耍 他想多陪队余娜 尽些以后尽不了的责任 也只有与余娜在一起时 才能让他体会到短暂的快乐 上明害怕父亲发现他的病情 从家里办了出来 随后去公司提交了辞呈 上明本打算办完这些独自入院接受治疗 可他仔细考虑了一晚 决定在有限的时间内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能活多久就算多久吧 英俊收到法院通知 之前他申请的亲子认定被判无效 现在只要上明在重申请下亲子认定 知名就会与他和子英脱离法律关系 两人正惆怅着不知该怎么办 上明却主动联系了英俊 英俊不知上明为何突然改变主意 总之这对他来说是简天大的好事 他感谢上明能做出这么明智的决定 上明让他好好照顾知名 一定要成为知名的好爸爸 就算上明不这样吩咐自己 英俊也打算全身心照顾知名 他向上明打了保票 让他无需担心 英俊回去后就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子英 子英也激动完分 他原本打算记恨上明一辈子的 现在他突然放弃 自己的心结也打开了 随后子英又找到上明对他表示了感谢 命不久矣的上明意识到自己曾做了太多的措施 第一次为过往的行为向子英道歉 还开玩笑说 如果没有自己过去的背叛 子英可能还遇不到英俊这么好的男人 两人都不由地笑了 这一笑引敏去了两人过往的恩仇 上明父亲去幼儿园看知名 却被老师告知他们已经扳诈 他找子英 子英也一直躲着他 无奈的父亲催促上明尽快把亲子认定办下来 上明却告诉父亲他准备放弃 父亲都要气疯了 为此婚都离了 为何又要放弃 不甘心的父亲不停地殴打着上明 发泄着心中的怒气 父亲不肯罢休 上明骗他说自己会赶快再婚 到时给他再生个孙子救世 即便这样父亲还是想认回知名 上明威胁父亲敢那样做 自己就与他断绝关系 上明的医生朋友一直联系上明 劝他赶快接受治疗 上明还是之前的态度 朋友无奈只好找到敏珠 把上明的身体状况告诉了他 敏珠脑袋一片空白 他无法相信这是真的 虽然他已与上明离婚 可两人感情还在 慌了神的敏珠工作频频出错 他索性提前下了班 可不管他怎么安慰自己 始终无法摆脱内心的恐惧 停不下的焦虑让敏珠整夜无法入睡 自日一早他来到上明家 劝他尽快去治疗 上明想带云娜出去玩一两天 敏珠明白这是他的心愿 便答应了他 上明带着云娜来海边玩耍 他想给云娜多留些关于自己的美好的回忆 敏珠不知该怎么办 整日都为上明的事发愁 父亲找到上明让他赶快把亲子认定办下来 自己一刻也不想多等了 他想经常能与孙子见面 上明威胁他再提这是两人就断绝关系 害上明态度这么坚决 父亲只能另寻他法 他雇了辆车等在紫英公司楼下 随后跟着紫英找到了他现在的住址 第二日一早他又来到紫英门口 跟在智敏与奶奶身后 找到了智敏上的幼儿园 但奶奶走后 他告诉老师自己是智敏亲爷爷想看看智敏 老师没有多想就把智敏带了出来 智敏看到他后很是排斥 时刻紧记着母亲教导他的话 没待一会就跑了 回去后智敏把爷爷去学校找他的时告诉了紫英 紫英和英俊听后都很担心 怕他还会来找智敏 决定先让智敏在家待一阵子 上明父亲再次来到幼儿园看智敏 被告知智敏没来上学后 论时火猫三丈 直接去了英俊家 英俊奶奶觉得该来的总是会来 他让智敏先上楼上玩 然后就放他进来了 上明父亲嚷嚷着他们这么做多么不要脸 根本没潜力阻止他见自己孙子 如果他们还继续这样的话 自己就直接告诉智敏真相 正好此时他发现智敏悄悄躲在珠子后偷听 就把智敏叫了过来 奶奶想要阻止 他却大声嚷嚷道 智敏啊 来吧 来吧 你来吧 奶奶想不到他会这么过分 让保姆把智敏带上了楼 紫英文讯赶了回来 得知他把真相都对智敏说出后 让他赶快出去 英俊回来后正好看到了智敏 他表示上明已经放弃要与智敏相认 上明父亲无话可说先离开了 晚上上明病情发作 实在疼痛难耐去了医院 接受过简单的治疗后又回到了家 得知这些的敏珠跑来劝他 他觉得上明之所以患癌都是自己所致 这些年上明工作生活都与他在一起 是他给了上明太多的压力才会这样 上明让他不要瞎想 敏珠明白上明想充分利用余下的时间 他让上明把陪自己予余纳的时间 疼出来用来接受治疗 上明最终被敏珠说懂 决定先接受围棄一个月的抗癌治疗 为了防止父亲齐心 上明打电话告诉父亲 他现在在飞机场 准备去欧洲游玩一个月 父亲对此很是生气 可又无能为力 敏珠与家人一直在医院照顾上明 看着上明日渐憔悴 敏珠被地里抹了多次眼泪 中秋节这天 子音全家都去了外婆家过节 众人围在一起玩牌时 智敏却说 气氛瞬间铭固 子音没想到智敏把这些话记在了心里 他与英俊商量决定向智敏说出真相 英俊较劲智敏告诉他 他的亲生父亲还依然活在世上 妈妈之所以说谎是因为之前智敏没法见生父 怕他难过才对他说了谎 智敏乖巧的点头表示明白 英俊又告诉智敏可能过段时间就可以见到他生父 智敏表示不管怎样他还是更喜欢英俊 上明一个月的抗癌治疗就要结束了 敏珠提出让他出任后回家住 上明却拒绝了 他只想独自待在出租屋 子音带智敏陪奶奶去医院检查腿 却正好碰到了上明与敏珠 奶奶为上明怎么穿着病人服 上明只说自己不太舒服 几人打过招呼后 上明眼睛一直盯着智敏看 仿佛想把他的样子刻在心里 回去后敏珠问他放弃智敏后不后悔 上明表示这是他做过最正确的选择 智敏与余娜不同 他是真心的爱余娜 在余娜身上付出过实际的爱 将来余娜长大回忆起来都是幸福的 但他没与智敏相处过 如果智敏知道自己的存在 会疑惑自己爱不爱他 这样只会给他带来伤害 敏珠劝他不要这么悲观 只要他努力接受治疗 命情肯定会好转 将来肯定有机会与智敏相处 智敏回去后告诉英俊 他今天在医院见到了爸爸的朋友 奶奶接话说 上明不知得了什么病在医院接受治疗 英俊有事找敏珠 顺便问了下上明为何住院 这才知道上明身患肝癌 英俊回去后就把这事告诉了紫英 两人都唏嘘不已 就算之前非常讨厌他 可得知他生了这么重的病 因为他觉得惋惜 上明父亲又来找紫英表示想见智敏 紫英这次一感往常态度 表明过段时间会安排他们见面 上明出院后 敏珠每天都来出租屋给他做饭 看着从不下处的敏珠为自己往前往后 上明深感愧疚 他不想再拖累敏珠 紫英感觉自己最近很是奇怪 之前不喜欢吃的东西 现在却喜欢的不得了 查出自己怀孕后 紫英第一时间将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奶奶 奶奶很是激动 这么多年来他一直都在期盼这件事的到来 两人决定给英俊的惊喜 于是准备了一桌子好菜 英俊不明白今天是什么日子 但卑视两人大声说出为智敏的地利建筑 得知紫英怀孕后 英俊高兴的手舞组统 办后英俊向紫英承诺 他会对智敏与肚立的孩子一事同仁 紫英相信他肯定做得到 上明每晚都给云娜写封信 他想用这种方式表达自己对云娜的爱 上明一个月的抗癌结果出来了 效果并不理想 肿瘤虽美恶化却转移了 医生建议上明换另一种药继续治疗 上明拖着疲惫的身体不知何去何从 敏珠赶来问他检查结果 得知不理想后 上明有点心灰意冷 受了那么多罪却换来这样不尽人意的结果 使得他再次不想接受治疗 父亲丝毫未发觉上明的不对劲 让上明把抱的团退掉 他现在根本没心情出去玩 父亲一个进门念叨着想见孙子 上明在旁边听着一言不发 他突然开口问父亲要不要去钓鱼 年少时他最喜欢陪父亲钓鱼了 父亲说他现在没那的心情 赵女士劝他去吧 出去散散心也能与儿子聊聊天多好 两人一起来到湖边 上明回忆着过往的时光 不知不觉自己都这么大了 年少时自己嫌弃父亲是临时演员 经常装作不认识他 现在想想真是幼稚 上明为当年的行为向父亲道歉 父亲表示没啥 自己不也经常外出没怎么照顾他 两人难得一起谈心 上明想以后经常这样陪父亲钓钓鱼 或者爬爬山 父子俩约定下周继续来钓鱼 可到了约定这天 上明却一直不接电话 父亲只能去他家里找他 敲了很久的门也没人开 父亲坐在楼下等上明 没想到确得来了敏珠 他好奇两人已经离婚 敏珠来这里干嘛 敏珠听他说家里没人 一下就慌了 连忙跑上去看上明 进去看到上明爬在床上十分痛苦 上明问敏珠父亲有没有走 知识父亲却跟着进来了 看到上明在家 他质问上明为何不给自己开门 敏珠告诉他上明不舒服 他这才看出上明有些不对劲 询问上明生了什么病 上明让他先回去 自己待一会就没事了 父亲看他这么痛苦 拉着要带他去医院 可上明坚持说自己没事 让他先回去 敏珠出去送父亲时 还是没忍住把上明的病情告诉了他 父亲简直不敢相信 自己好好的儿子 怎么会得这么重的病 上明让父亲不要甘心 自己已经在做抗癌治疗 父亲不明白他为何不在医院 上明告诉他 现在都是在医院 接受两三天的注射 然后回家养一个月身体 要身体能抗得住 再接受治疗 父亲亲自己 怎么没早点发现上明的病情 他像丢了婚一样在街上游荡 一想到儿子的病 就忍不住痛哭起来 父亲回去后 一直都吃不下饭 自己唯一的儿子变成这样 让他以后怎么活呀 父亲首次认可 敏珠是个好媳妇 两人都离婚了 他还能为上明 做到这个份上实属难得 父亲来到上明家 直接让他收拾东西去医院 上明却说自己还有事 父亲不停哀求他快去医院 上明毅然坚持出了门 随后他找到英俊 想把自己现有的存款交给英俊 让他帮忙找一个 可以定期获得利息的项目进行投资 只要能保证他去世后 父亲每个月都能领到足够的生活费就行 英俊答应一定会尽所能帮他想办法 临走前他拜托上明 就算是为了志明也千万不能放弃 上明感谢他的忠告 英俊却表示自己是在拜托他 敏珠找到紫英 把上明的情况告诉了他 他希望紫英能同意 让上明渐渐致敏 敏珠觉得志明可能会给上明带来勇气 紫英回去后与英俊商量这时 两人都觉得这是不仅能帮到上明 就算志明长大后知道了真相 也能少点遗憾 想到上明可能不好意思开这个口 英俊主动联系上明 想让他陪志明出去玩一天 上明带着志明来到了动物园 现在他的身体已走不了太久的路 只能坐在椅子上看着志明 可就算这样远远的看着 也让他觉得无比幸福 紫英一整天都惶恐不安 他担心上明告诉志明他的身世 还好志明回来后一切正常 紫英觉得自己老这样 提心吊胆也不行 于是与英俊商量 决定告诉志明他的身负是谁 紫英带着志明出去玩 休息时把上明是他身负的事说了出来 为了让志明一语接受 他告诉志明 自己之前与上明相爱过 分手后才发现有了他 上明也是在最近这段时间 才知道志明的存在 志明转移话题 让紫英看地上的蚂蚁 紫英深感愧疚地抱住了志明 他不知志明是否有听进去他说的话 上明病痛发作痛苦难耐去了医院 接受完治疗后他告诉医生 明珠赶来探导正无心痛万分 他每天都在祈祷能有奇迹出现 让上明可以多点时间留在他身边 一轮治疗结束后 上明终于听了明珠的话 住回了家里 他开始每天按时陪志于娜去舞蹈学校跳舞 这天上明去志明幼儿园看志明时 志明却开始躲着他 上明不明白志明为何这样 就联系了紫英 这才得知志明已知道真相 紫英本以为志明没明白自己说的话 他听到时明明很安静的 现在看来并非那样 上明不明白他们为何要说出真相 他只希望志明把他当成叔叔 能偶尔与他见下面就好 现在这样恐怕以后很难见到志明了 上明观看于娜舞蹈表演时 突然疼痛难难 他强忍着想坚持看弯 看他这么难受 明珠握住他的手 给他传递着力量 男人身患癌症 前妻却执意要与他复婚 上明本能的就要拒绝 明珠表明这是他的心愿 希望上明能成全 两人带着于娜来到郊外 在于娜的见证下交换了戒指 看着爸妈这么有爱 于娜嫉妒得让两人也抱抱自己 可上明刚抱了他一会身体就吃不消了 放下于娜后上明赶快讨药 药还没未进嘴里就晕了过去 医生看完检查结果后 无奈的对明珠摇了摇头 明珠找到紫英 告诉他上明昏睡了两天才醒来 希望紫英能带着志明去看看他 紫英清楚这话意味着什么 自于他带着志明去医院看上明 明珠上前叫醒上明 让他看看是谁来了 上明拉着志明的手 说叔叔现在有些不舒服 不能陪他玩了 上明拜托志明长大后 一定要成为优秀的人 旁边上明的父亲 却一直推着志明 让他叫上明爸爸 上明父亲看不得这种场面先出去了 上明在此为自己过往做的错时向紫英道歉 他告诉紫英志明以后就彻底是他与英俊的孩子了 拜托紫英一定要好好把志明养大成人 看到上明变成这样子英心里也十分难受 他拜托上明一定要好起来 紫英离开时 握志明珠的手让他一定要挺住 圣诞节这天志明收到一个玩具 刘明是圣诞老人送的 英俊本打算以圣诞老人的名义给志明送礼物的 现在有人抢先了他一步 于娜一直嚷嚷着圣诞老人怎么还不来 上明让他去楼下看看 等于娜下楼后 上明换上圣诞老人的衣服来到了家里 他把提前准备好的礼物交给于娜 告诉于娜里面是他最想要的音乐盒 于娜却说他不要音乐盒 他明明向圣诞老人许愿要的是能治好爸爸病的药 听到这话的上明与明珠都泪湿了眼睛 上明哽咽着告诉于娜 明年再送能治好爸爸病的药给他 上明余下的人生每天都待在家里配置于娜 他耐心地教着于娜各种生活技巧 这天上明躺在床上 于娜在一旁玩上明送他的音乐盒 突然音乐盒没了声音 于娜叫上明帮自己休想 却怎么也叫悟醒他 明珠赶来抱着上明哭得痛苦一声 另一遍 紫英马上就要胜了 正被紧急推往产房 但随着一身提哭紫英的女儿出生了